听到眼前的女人自称宁月 韩森震惊过后 忍住笑意问道 什么情况 他毫不怀疑有人假冒宁月 且不说宁月的气质很独特 很难能够模仿的这么小 就算有人都模仿 宁月又不是什么出名的强者 冒充他又有什么用的 会一万不说 就算有好子 那也不可能弄个女人来冒充宁月 这也太扯 看到韩森强忍笑意的模样 宁月的眼角抽出了两下 尽量用平时那种温和淡漠的声音 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之前他被地狱族抓去了一个隐秘的一种空间 当奴隶口供 后来就发生了黑石中爬出一个女 把地狱族和奴隶都给灭杀的事情 宁月趁机拿到了那一柄绿色小剑 利用绿色小剑斩杀了地狱王 和那个石头中爬出来的女 杀死他们之后 宁月才知道地狱王和女人都是真正的神话强者 而不是半吊子的半部神话 对此宁月也非常惊讶 主要是惊讶于那柄绿色小剑的威力之可怕 以他只有侯爵级的力量 就算拿着一把神话之气 恐怕也不可能割开神话异种的皮肉 可是他用那柄绿色小剑 竟然轻易斩掉了两个神话异种的脑 虽然他们已经伤得极重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绿色小剑的力量 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说那你用那柄绿色小剑斩杀了两只神话异种 韩森吃惊地看着宁月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用定破雷神刺都伤不了神话异种 宁月才只是侯爵级 用一柄小剑 能够直接斩下神话生物的脑袋 这也太古可思议了 是的 我还得到了一只神话兽魂 宁月说着 就把那柄绿色小剑拿了出来 神话兽魂 转大了 韩森惊叹过后 仔细观看宁月手中的小剑 剑刃只有一尺来长二指宽的样子 空体墨绿十分精致 可是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上面连个花纹都没有 也没有剑鞘之类的东西 我宁月不转 杀了两只神话异种之后 两只神话异种的身体 都化为了浓水 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连一种基因都没有 宁月淡淡地回导 韩森听了 忍不住皱起眉头 露出凝重之色 神话异种通体 都是一种基因 那不是随便就能化掉的东西 这一切显然都与绿色小剑有关 之后 我就离开了那个一种空间 服中睡了一觉 醒来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宁月叹起 你是外表这样 还是身体的内部结构也这样 韩森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措辞 不是 我的男性特征还在 但是又有一部分特征 偏向了女性化 宁月眼角抽出的力量 有没有试过 从那柄绿色小剑上面入室 韩森脑子突然跳出 一个少而不移的词 随后飞快地摇头 把那个词甩出脑海 宁月神色不怪 我试过各种方法 包括毁掉它 丢掉它 甚至是把它卖掉 可是无论我做什么 我的身体 都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之间 而且 只要我睡着了 醒来之后 它一定就会在我身上 看来这是一把妖剑 你有什么打算 韩森知道 宁月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他不可能只是想要找人 倾诉那么紧 绿色小剑 是从那个一种空间的 矿石中挖出来的 所以之后 我又回到了 那个一种空间内 并且搜索了 地狱王的住处 那里显然是临时具体 并没有太多的线索 不过我还是发现了一些东西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地狱族是受人控制 才会在那里挖石 建造宫殿和石像 不过就是掩人耳目的障眼 他们真正的墓主 应该就是那框下面的东西 顿了顿 宁月又说道 想要解开绿色小剑之谜 也许可以从石矿那里下手 你现在最好立刻远离 那个一种空间 韩森一脸正容 我现在在万宝族的星球 离开之前 我已经尽量抹去所有痕迹 宁月点点头 是不知道地狱族后面的人是谁 韩森又问道 不知道 我也只是从蛛丝马迹中 找到的线索 没有确切的证据 宁月再次摇头 韩森沉溢了片刻 给我一些时间 我现在有些麻烦 找不到离开黄极族的机会 你先等一等 我找到机会出去之后联系你 好 宁月也没有多说什么 约定了一些联系的细节之后 就挂断了通讯 韩森嘴角抽出了两下 似是想笑 可是又有点笑不出来 幸好遇到这件事的是宁月 以他的星星 还能够坦然接受 如果换成是自己 飞风掉不完 韩森掉出了黄极族的星空族 搜索了宁月所说的一种空间 可是却并没有所谓 在搜索一种空间所在的星域 发现只是一个小种族所在的星星 隶属于镇天宫名下 一个很不起眼的附属小种族所拥有 看来和这个小种族没有关系 那个一种空间 应该也只有少数人知道 地狱族和他们背后的势力 形势正硬 想来那里 应该不是他们的地盘 甚至有可能是镇天宫的敌队势力 所以才会偷偷的挖掘开发 如果他们不敢明目张胆 进入那个一种空间 我和宁月说不定就还有机会 想到这个 韩森又觉得脑子有点痛 问题是他现在出不了黄极族 镜夫人也不可能会放他出去 只能先和海星拦取了圣物再说 几天后 海底城的宫殿外面 海妖族的贵族都聚集了起来 蓝海星拉着宝 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看到韩森带着血气凌过来 宝流出害怕神色 躲到了蓝海星身后 小手拉着蓝海星的衣服 宝别跑 有姐姐在这里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一根头发 蓝海星一手搂着宝柔生安慰 这演技 这颜值 不去当童星可惜了 韩森有些哭笑不得 宝这家伙实在太鬼了 如果他不认识宝 也肯定会被他给骗了 韩森冷冷一笑 眯起眼睛盯着宝 你不要忘记了 他可是我的女人 我警告你 别打宝的主意 后果你承担不起 看到宝害怕 宝他身后躲得小鱼样 蓝海星顿时瞪向韩森 好吧 不过你不会打算带他一起去 他可不是海妖族 韩森看了宝一眼 舔了舔嘴唇说道 我们都要去 自然不能把他留在这里 这不用你操心 他不会影响我们的事情 说着蓝海星就拉着宝往前去 不再理会韩森 韩森锁了锁肩脏 骑着血麒麟跟了上去 那些海妖族排着队列跟在后面 神情都有些兴奋 皇子 我可不可以不去 莉莉跟在韩森身边 小声说道 为什么不去 韩森有些疑惑的 看向身边的莉莉问道 莉莉想说什么 蓝海星身边的海妖族老夫人冷横 今天是我们海妖异族的大日子 所有海妖族都要去 除非你不是海妖族 莉莉吓得缩了缩身子 披下头没敢再说什么 韩森微微皱眉 莉莉有些不安的表现 让他意识到了一点什么 韩森骑着血麒麟 跟在蓝海星身边慢慢走 似是漫不经心的模样 实则是他根本不知道圣物在哪里 只能跟着蓝海星走 很快 一行人在海妖族老夫人的指引下 来到一处海底山脉 看着眼前的景象 韩森微微皱眉 这片海底山脉他很熟悉 上一次追着班山海罗 就是来的这片海底山脉 还在这里斩杀了班山海罗 和金帝神罗 只不过韩森之前去的地方 是在山脉靠左的位置 这里却是比较靠右的 金帝神罗 他们不会与那件圣物有什么关系 韩森心中沉溺 总感觉似乎有些蹊跷 水域星的高级一种 基本上都被白一搜刮一空 这片海底山脉之中 却出现了两个王级和一个神话 实在有点不正常 圣女大人 可以了 海妖老妇人走到一片山壁前 向着蓝海星行 蓝海星微微点头 把宝交给旁边的海妖族女位 自己则走到山壁前 从脖子上面摘下了一条项链 取下一颗蓝色石头 塞进了小孔中 正好与那小孔吻合 随后整个山壁处 突然传来轰隆的声音 整座海底小山竟然缓缓一开 露出了一个有飞的通道 只能看到通道口处 有时间向下延伸 再往下 就是黑漆漆的一片什么 也看不到 海水被某种神秘的力量 阻隔在外面 无法进入通道之中 海妖族的老妇人 已经慢吞吞地 沿着石阶走进了通道 蓝海星也带着宝 和一众海妖族走进去 韩森皱眉跟在蓝海星身边 目光不停地在四下里打 他总有些不安的感觉 可是又说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不过韩森的直觉一向很准 除了感觉自己 能得受魂之类的比较不准之外 对于危机的感觉 还是挺准 能够让他生出不安的感觉 应该是有什么危险存在 可是四周却看不出有什么意识 时间一直向下 好像没有镜头一般 一行人身上都散发着神光 却只能照亮 靠近很小的一片区域 看不到下面到底有什么 韩森看着下面的黑暗世界 感觉自己一行人 似乎正在走向地狱深渊怪兽的大头 李李有些害怕的 靠在血麒麟旁边 几乎就要贴在韩森腿上 他平时十分害怕血麒麟 会尽可能地离血麒麟远一些 可是现在 他明显更加畏惧那黑暗 只能选择离血麒麟和韩森近一些 以韩森的性格 早就应该开口安慰他 可是现在他扮演的是白衣 以白衣的性格 自然不可能不说些安慰人的软化 所以韩森只能装作没有看见 一行人默不作声地往下去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韩森感觉上 至少走了有七八个小时 终于在下面的黑暗之中 隐约看到了一亩光亮 快到了 海妖族老妇人微微一息 加快了脚步继续往下走 很快一座水晶宫殿 出现在众人眼前 宛若神话传说中的水晶宫一般 整座宫殿都戎罩着一片朦胧的光运 和神秘云雾 若隐若现 让人看不真切 等韩森他们离得更近了一些 韩森看到那座水晶宫的大门上方 挂着一块饼 上面竟然真的写着水晶宫三个字 看着那座水晶宫 韩森心中的不安又强烈的几分 心脏似乎都激动了一下 整座水晶宫都是透明的 看起来像是无瑕水晶一体雕刻而成 原本视线应该能够直接透进去 可是那水晶宫外光运朦胧 又有云雾飘荡 内中更是有彩色流光涌动 让人没办法清楚看到里面有什么 可是那彩色流光的模样 却让韩森心中一灵 那彩色流光怎么看 都有些像是金帝神罗身上的彩光 建筑水晶宫的那些水晶 也与金帝神罗的外壳有些相似 这只是一个巧合嘛 韩森隐以觉得 这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现在韩森已经有些犹豫 要不要再继续走下去 若是金帝神罗 真的是从水晶宫内出来的一种 难保这里面不会还有其他神话级一种 韩森看了看宝和宝肩膀上的小红颖 他们倒是没有特别的反应 让韩森稍微安心一些 轮到你 思索之间 队伍已经走到了水晶宫的大门前 蓝海星停下来 看向韩森说道 韩森心中微微一正 不明白蓝海星是什么意思 可是却又不能把心中的疑惑表现出来 于是韩森就装作犹豫的模样 盼着水晶宫的大门 像是在思索什么 却一直站在那里没有动 都已经到了这里 你还犹豫什么 难道你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 若非他把水晶宫的大门设定为 只有你的血脉才能够打开 我也不会答应他的要求 蓝海星冷冷地盯着韩森 还是说你知道了水晶宫的所在之后 打算要毁约 眼见韩森一动不动 海澜心忍不住呵斥韩森 是不是想要独吞圣物 韩森闻言不为所动 心中却在暗想 这圣物果然是白衣母亲留下来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把圣物交给白衣 甚至连藏圣物的地点都没有告诉白衣 反而告诉了蓝海星这么一个外人 难道说白衣的母亲 真如圣女一般大公无私 一心只为海妖族着想 韩森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海妖族老妇人见韩森一直不动 对于蓝海星的话也不理不睬 也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皇子殿下 您和圣女的血脉都不全正 就算你知道了圣物所在之处 没有圣女的血脉相助 也不可能开启圣物 上任圣女大人 之所以没有把圣物直接交给你 就是怕你一意不行 反被圣物所伤 韩森这才开口冷哼 我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把圣物给我 蓝海星顿时恼怒 你竟然连自己的母亲都要怀疑 真是枉为人子 我真替圣女大人不值 枉费她对你的一片苦心 海妖族老妇人也劝道 皇子殿下您太多心了 如果上任圣女大人 不想把圣物给你 又怎么会把水晶宫设定为 只有你的血液才能够打开 他只是怕您操之过急 自己去取圣物 反而被圣物损伤 如今你与蓝圣女一起去取圣物 两人的血脉叠合 必然能够启动圣物 再无任何风险 这也是上任圣女大人所愿 果然是要用血的 我又不是真的白衣 我的血能打开水晶宫吗 韩森心中暗自郁闷 转念又想 也许水晶宫开启了设计 是针对本源水晃体 也说不定 只能试一试了 若是不成 就推说 我还没有完全把韩森同化 身体中掺杂着韩森的基因 等以后再来试 能破一时失一时 打定主意 韩森就慢慢地 向着水晶宫的大门走去 随后对着大门的水晶瓶浮雕 伸出了右手 右手在前进的过程当中 已经在本源水晃体的作用下 化为了水一般的状态 一根手指插在水晶瓶浮雕的小管之上 直接从手指中分离出一滴液体 使其流入了孔洞之内 只听水晶宫的大门 发出刺耳的声音 竟然从中间一分为二 向内缓缓打开 蓝海星等一众海妖族 都是大喜过望 看起来十分激动 韩森却是暗自惊讶 竟然真的可以打开 大门动态 水晶宫内的一切都进入眼前 大门内就是一个精力辉煌的大殿 内中一切都是同样的晶体铸就 大殿最后方是一个祭坛 祭坛的祭坛之上 放着一个小巧的水晶瓶 内中彩霞涌动 一片混沌朦胧 说不出的神秘炫灵 蓝海星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进入了大殿 韩森犹豫了一下 也跟着他们一起走进了大殿 有小红鸟在 他和宝的安全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李李有些害怕的跟在韩森旁边 韩森走得并不快 一直看着前面的蓝海星他们 可是他们并没有遇到危险 整个大殿内风平浪静 蓝海星他们很快就走到了祭坛前面 海妖族老妇人 盯着台上的小瓶子 激动的叫道 那就是我们海妖族的圣物海妖瓶 我族复兴有望 说着竟然激动的老泪纵横 浮身就对着海妖瓶跪拜了下去 一众海妖族 皆是随着老妇人一起跪拜 连蓝海星都盈盈 对着海妖瓶失礼 韩森却是没有那个心情 依然坐在血麒麟背上 打量着那只海妖瓶 看起来几乎像是仙宝一般圣姐 可是不知道 为什么总感觉有些说不出的妖意之感 白意 你我一起去取圣瓶 蓝海星站在祭坛前 并没有走上去 转身对站在后面的韩森说道 韩森微微皱眉 海妖瓶是好东西 没有错 他已经用紫叠神童镜看了 连紫叠神童镜都解析不出来的东西 绝对是神话级的一把 可是海妖瓶上那种妖意的气息 却又让韩森心存忌惮 不愿意过去冒险 见韩森站在那里不动 海蓝星皱眉 你不是一直想要圣物 现在怎么又退缩了 韩森笑了想 圣物我当然想要 不过我又没见过圣物 你们真的肯定 这就是海妖族的圣物吗 蓝海星转头看向海妖族老妇人 显然她也没有见过圣物 海妖老妇人连忙回道 皇子殿下不必疑虑 那就是我海妖族的圣物 海妖瓶无疑 圣瓶是由荒芜时代的古神化 一种材料炼制而成 没有伪造的可能性 而且只有我们海妖族圣女一系的血脉 才能够将其净 是真是假 一是变之 对了对 海妖老妇人又说道 并且这是前任圣女大人 刘斌尼之物 她又怎么会骗自己的儿子 我怎么看着 有点不太像圣物 韩森淡淡地说道 你又未见过圣物 怎知不像 蓝海星立马反驳 总之看着不像 既然你认为那就是圣物 就自己去拿好 我再到别处去看看 韩森说着 就准备要离开大殿 海妖老妇人连忙拦住了韩森 皇子殿下 圣女大人与您一样 圣女血脉都不纯正 你们合力才有可能激活圣物 缺义不可呀 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韩森令坐下血淇灵继续前行 血淇灵咆哮一声 向着大殿的侧门而去 海妖老妇人 虽然是半步神话 却也不敢挡血淇灵和韩森 只能退到一旁 我就不信 我自己激活不了圣平 蓝海星看着韩森出了大殿 咬牙就想要走上祭坛 海妖老妇人连忙拦住了他 圣女不可鲁莽 圣平是我族至宝 其力量非同小可 没有纯正的圣女血脉万难激活 反而可能深受其害 前任圣女 也是因此才没有把圣平 直接传给皇子殿下 你不能以身是血 蓝海星并非真正无脑之人 也清楚这个道理 暗叹一声 也罢 我们也一起去看它 出了大殿 只见水晶宫内亭台楼阁 宫殿石像应有进入 就像是一座真正的城市 只是这座城市 都是由水晶住去 看起来美丽的有些让人舒服 韩森走得很小心 不过却并没有遇到危险 整个水晶宫内 似乎没有任何禁止 宫殿楼宇随便都可以进入 只是里面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整个水晶宫 就像是一座无人的城市 虽然干净跳了 却有种死寂的感觉 蓝海星他们 也跟在韩森后面 看了水晶宫内的情况之后 反而安心了不少 水晶宫内并没有危险的禁止 更能说明 前任圣女只是想把圣平传给陈一 并没有别的心思 就在韩森放下心时 金帝上一些绿色的苔蟹 引起了韩森的注意 这里怎么会生长的苔蟹 蓝海星也觉得有些奇怪 便向着那面金帝走过去 那片苔蟹 几乎占据了整面金帝 地上也延伸出去一大片 仔细观看 还可以看到那些苔蟹上面 似乎有什么东西 爬过的痕迹 而且还不只是一道 显然有什么东西 经常在这里经过 蓝海星和海妖老妇人 都是领色语 这怎么可能 竟然有其他生物 进入过水晶宫 韩森看着那些痕迹 目中的紫蝶神童静准 很快就发现 那些痕迹 他十分熟悉 应该就是金帝神罗 和班山海罗留下来 他们果然与水晶宫有关 不过他们 是怎么进出水晶宫的 仔细打量那面金帝 很快就有发现 那面金帝之上 竟然有一个细小的杀影 想来班山海罗 和金帝海罗 就是收缩身体大小进来 这里之所以会生出苔血 也是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 身上沾染的海洋气息 和杂质遗落之故 好在他们 已经被韩森和小红鸟解决掉了 韩森他们在水晶宫内转了一圈 也没有再发现其他的生物 皇子殿下 前任圣女大人不会害您的 我们还是快去取圣品吧 一脸夜长梦多 海妖老妇人又催促的 韩森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 我们就去试试看 能不能取出圣品吧 毕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金帝神罗和班山海罗 应该都是无意中闯入水晶宫的 并非水晶宫内原本就有的一种 可是白蚁之前 明明已经清理了所有的高级一种 这里竟然会有神话和王级一种存在 实在有些说不通 但是如果反过来想的话 也许就能解释通了 也许金帝神罗和班山海罗 原本并不是神话和王级 他们只是出于某些原因 才晋升到了神话和王级 而水晶宫内 唯一有可能性制造出这一切 恐怕也就只有海妖品 若那金帝神罗和班山海罗 真是因为海妖品才能够晋升 韩森想想都觉得心跳加快 能够让一种晋升神话的宝贝 恐怕就算是神话强者 也会拼命抢 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面前 就算是有风险 也值得试一试 更何况还有小红领在 应该也不至于有太大的风险 见韩森终于愿意去取圣廷 海妖老妇人连忙在前面引路 众人又回到了先前的大殿之内 海妖品依然还是静静地放在祭台之上 海妖老妇人叮嘱道 圣女大人 你与皇子殿下一起上台 各自把自己的一滴血滴入那圣廷之中 若是能够将其激活 圣廷自然就会择主 说罢又面向韩森说道 皇子殿下 你和圣女皆以血脉力量融入圣廷 圣廷则主的几率 一样都是五成 无论谁得到圣廷 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合作下去 那是当然 韩森微微点头 就与蓝海星一起走上了祭台 随后对望了一眼 蓝海星咬了咬牙 伸出手指 将自己的一滴鲜血 滴进了海妖瓶的瓶口之内 蓝海星往瓶口内看了一眼 只见里面一团混沌采光 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蓝海星的那滴血落进去之后 就融入到混沌采光中 不见了踪影 却也没有什么反应 犹豫了一下 韩森还是运转本源水防体 随后分离出一滴水 将其投入了瓶口之内 韩森的那滴液体 踩入海妖瓶 顿时只见海妖瓶剧烈地抖动了起 内中的混沌采光似泉水般涌动 好像随时都会喷发出来 随着瓶内混沌采光的抖动 海妖瓶防缓悬浮了起 韩森神色微变 心中涌起不妙的感觉 身形飞快地退出了祭坛 落在了血淇淋的身边 蓝海星还是望着流光涌动的海妖瓶 并没有发现危机的将领 还在等待着海妖瓶选择他的锦人 那些海妖族的族人 看到海妖瓶复苏 都激动得又跪又败 口中念念有词 下一秒 海妖瓶中的混沌采光就喷发了出来 彩色混沌光运喷过而出 化为不光柱冲上水晶宫的顶端 混沌采光与水晶宫接触之后 顿时化散开来 迅速在水晶宫内蔓延 整个水晶宫都是光滑大方 仿佛整个水晶宫都化为了霞光一般 那座祭坛上一道道神秘的秩序链 受到了混沌采光的影响 也都闪烁了起 各种皱纹在祭坛上流转不息 哎 这是怎么回事 蓝海星终于意识到 事情有些不对劲 看向韩森质问 你问我 我去问谁 我刚才就说这里好像有问题 你们自己不相信 韩森刚才已经尝试着想要退出水晶宫 可是水晶宫内的门户都已经被彩光充斥 韩森尝试着撞了几次 都被那彩光给弹了回 虽然彩光似是弹簧一般不伤人 可是韩森也没能冲出去 还是被困在了这里 是你们母子故意合伙演这一场好戏 骗我们入局 海妖老夫人指着韩森尖叫道 韩森懒得分店什么 你这些海妖族的智商 估计他就算分店也没用 一众海妖族出不了大殿 海妖老夫人顿时指着韩森叫道 先把他抓起来 我就不信 那个贱女人 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顾着 你脑子没毛病吗 韩森对于这个海妖老夫人的智商 已经无语了 冷冷地盯着他骂了一句 那些海妖族竟然真的向着韩森围了过来 韩森实在不知道 他们凭什么有这种底气 他们最强的 就只是一个半步神话的海妖老夫人 其他也就几个王级 韩森坐下有血麒麟 自己也有不逊于半步神话的战力 实在想不明白 显然也有些犹豫 只是围了过来 却没有敢向韩森动手 拿下他 我们才有可能活命 海妖老夫人怪叫一声 手中的珊瑚仗义 凝聚出恐怖的水系力 化为一条条水龙 直接向着血麒麟轰击过去 其他海妖族也跟着海妖老夫人一起出手 想要围攻韩森把他拿下 血麒麟的脾气何等暴躁 张口就喷出血煞之气 直接把海妖老夫人的水龙击退 血色领域也同时展开 身体一动 就要对围攻韩森他们的海妖族 展开屠杀 韩森一只手把黎黎拉到了血麒麟背上 另一只手按着了血麒麟的脑袋 同时大声喝倒 你们最好不要动手 这个家伙有问题 海妖族众人皆是一愣 因为韩森所指的人 竟然是海妖老夫人 海妖老夫人冷哼一声 事到如今 你还想要挑拨离剑吗 真是好心机好手段 以前倒是我们瞎了你 没看出你竟然有这样狠毒心机 你最好老实交代 你与那个剑人 到底用什么诡计谋害我 否则别怪我们 不念血脉之情 说着海妖老夫人 就又是一仗扫向了血麒麟 血麒麟咆哮回击 顿时与海妖老夫人站成一团 海妖老夫人 显然不是血麒麟的对手 她支撑起的领域 根本挡不住血麒麟的血煞之气冲击 片刻之间就落在了下方 你们还等着呢 还不快出手把他们拿下 这是我们最后的生机 海妖老夫人大叫的 海妖族的几位王者 都咬牙冲了过来 蓝海星却是面露犹豫之色 蓝海星 你仔细想一想 一直让你去开启圣物的人是谁 带你来这里的人又是谁 是谁说那瓶子就是圣物 又是谁先出手讨气 韩森冷声对蓝海星说道 她一只手按着血麒麟的脑袋 不让血麒麟去攻击 除了海妖老夫人之外的海妖族 倒不是韩森心存善念 不肯在这里杀人 而是她觉得 那个海妖老夫人的目的 似乎就是让她杀了这些海妖族 事情很明显 海妖老夫人 知道他们不是韩森和血麒麟的对手 却如此一意孤行 韩森不相信 一个在灭族之祸下 活到今天 还晋升半顾神话的强者 会如此的与主 除非她另有所 而且海妖老夫人真的想要拿下韩森 她更应该直接对韩森出手 可是她的第一目标 选择的却是血麒麟 这样的选择 更像是为了激怒血麒麟的杀星 血麒麟凶残诚性 提起暴力 这是整个黄极族都知道 否则也不会在地缘之中 控制不住杀生 海妖老夫人的一切行为 都非常的不自然 可是 就算她煽动了海妖族一起出手 也很可能不是韩森和血麒麟的对手 最多也就是两败俱伤 这对海妖族没有好 那么剩下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海妖老夫人此举 是在算计那些海妖族 而不是在针对她 韩森自然不愿意成为她手中的屠刀 帮她去杀那些海妖族人 所以才会按着血麒麟的头 不让她大开杀戒 不过血麒麟的脾气太过残暴 韩森也难以控制 血麒麟在那海妖老夫人的撩搏之下 身上的血煞之气越来越恐怖 已经快要控制不住情绪了 海妖老夫人身中血麒麟一整 身体摔飞了出去 撞在宫殿的经地之上 口中顿时鲜血狂喷 圣语大人 您还不明白吗 今日我们若是不能拼死 杀出一条生物 海妖族就要禁述亡于此地 白亦和她那个贱人母亲 这是想要毁灭我族啊 海妖老夫人身上沾满鲜血 头发披死 身为巨下的教导 血麒麟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幕后一声 继续向着海妖老夫人扑了过去 韩森怎么按也按不住了 注视 蓝海星大喝一声 一众海妖族王者 也同时向韩森和血麒麟出声 想要拦下血麒麟 韩森眼中寒光一闪 知道还是让海妖老夫人挑拨成功了 蓝海星 希望你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厚 韩森淡淡地说了一句 放开了按着血麒麟的手肘 同时也拔出了腰间的钉破雷神刺 和鬼牙刀 血麒麟咆哮一声 向着海妖老夫人扑了过去 身上的血煞之气 凝成恐怖的血脑 就要把那海妖老夫人撕碎 蓝海星和几个海妖族王者都拦了过来 想要击退韩森 不要的只是他 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谁又挡我 那就去死吧 韩森冷冷地说了一句 没有意思要退却的意思 他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解决现在的情况 只不过没有这么干来的直截了 而且还要自己有所牺牲 海妖族又不是他韩森的海妖族 他没有必要为他们的错误和雨水负责 韩森一手刀一手刺 挥出一道道刀器见光 把那几位冲过来的海妖王者 都给挡下来 血麒麟则继续扑向海妖老夫人 海妖老夫人大叫一声 我以海妖献祭术封印他们 你们再找机会动手 长老不要 海妖族众人大惊失色 海妖老夫人却是一脸的大义领然 身上蓝色的水光 如同鲜花一般绽放开来 恐怖的气息在他身上不断攀升 一个海妖般的怪异虚影 降临在他身上 令他上的气息刹那间 如同火山一般爆发 蓝色的水光 从海妖老夫人身上爆发出来 化为一道道蓝色的畜手 卷住了血麒麟 血麒麟的爪子 撕碎了一道道畜手 可是却又有更多的畜手卷了过来 把韩森和血麒麟困在了里面 长老 你何必如此 蓝海星花容惨来 心中对于海妖老夫人再无疑虑 其他海妖族也是如此 因为海妖献祭术一旦发动 就是以生命作为代价 那海妖老夫人连生命都不要 显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在算计它们 诸多海妖族都把仇恨的目光 投向了韩森和血麒麟 因为是韩森和血麒麟 把海妖老夫人 必得以生命作为代价 使用海妖献祭术 韩森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海妖老夫人的这一招 确实够狠 他无论再怎么说 都不可能让那些海妖族再相信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 海妖族的生命本来就与我无关 他们自己要找死 便是佛陀也劝阻过你 更何况是我韩森 韩森神色平静地 看着海妖老夫人 穿过重重蓝光处身 可看到一脸壮烈的海妖老夫人眼中 闪烁着一丝丝的嘲笑之意 这一次不用蓝海星命令 那些海妖族 就都向韩森和血麒麟 发动了攻击 想要趁着他们 被海妖老夫人困住之时 解决掉他们 那就如你所愿 韩森低声赐予了一句 本源水皇体的领域 和蛟龙领域一起展开 偌大的宫殿之内 各种领域交织在一起 韩森拔刀而动 坐下血麒麟怒声咆哮 撕裂了一道道蓝光处身 向着海妖老夫人冲过去 刀光剑影不断地闪烁 那些海妖族 拼命攻击韩森和血麒麟 都是起了杀手 出手不留半分情 韩森他们一边要应付那些处手 一边要与诸多王者战斗 顿时陷入了险象还生的境地 海妖族人都拼尽了权力 海妖老夫人 则是一脸慷慨就义的悲壮感情 身上的生命气息 在与那海妖摸影不断消耗 似是已经快要到了 游镜登窟的地步 却依然拼命地在坚持 她的蹊跷之中 不断溢出鲜血 满头长发接近变白 看起来已经离死不 忽然海妖老夫人 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摇晃了几身 似乎差点就要摔倒 长老 蓝海星惊叫一声 不要管我 我死不足惜 海妖一族却绝不能在我的面前被毁灭 就算是死 我也一定要保住海妖血脉 海妖老夫人力声大喝 身上的蓝光再次爆发 比之前更加猛烈 仿佛已经是回光返照的最后爆发 海妖族人皆是双目通红 脸上露出悲憎之色 都拼出了十二分的力量 想要趁着最后的机会 把韩森和血麒麟除掉 蓝海星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坐在血麒麟背上 盼着蓝海星淡淡的说道 黎黎坐在韩森背后 死死的抱着韩森的腰肢 这样的场面 根本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若非韩森护着他 只是力量乱流就足以抹灭他 你们母子为什么要坑害我们海妖族 就算海妖族曾经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可你们终究是海妖族的血脉 放下仇恨就那么难吗 为什么一定要置我们于死地 蓝海星神色悲骨 我说过 这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他才是设计你们的人 韩森指着那海妖老妇人说道 白衣 事到如今 你还要说这种话 真当我们都是白痴吗 一位海妖族的王者怒吼 今日就杀了 一位长老陪葬 我已经给过你们三次生机 上苍也怪不得我要杀生 韩森手中刀刺向前一压 忽然间整个大殿之内 一道道刀丝剑丝纵横交错 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随着韩森手中的刀刺前压 刹内间交织而过 鲜血狂飙 刀刺剑丝将那些海妖族的身体 连同蓝光触手一起绞杀 残之鲜血在空中四散飞溅 刹内间 把整个大殿染成了一片血红 整个大殿之内 除了韩森 黎黎 血麒麟 蓝海星和宝 海妖老妇人之外 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人了 连那些海妖族的王者 被直接分尸 有几个侥幸没死 也都是肢体残断 倒在血泊之中哀嚎不止 蓝海星瞬间瞪大了眼睛 呆立在那里 脸上满是惊骨之色 绝望 不安 难以置信等情绪交织在一起 蓝海星身体颤 指着韩森却说出话了 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怎么也想不到 韩森竟然能够强到这种地图 如你所愿 现在你满意了吧 韩森却不理会蓝海星 看着海妖老妇人说道 不愧是那个贱人的血脉 你果然心机深沉得很 可是即便你看穿了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样 被我玩弄于鼓掌之间 老妇人狂笑了起 脸上的悲戏之色尽收 原本枯竭的气息 在她身上再次凝聚起来 蓝海星呆呆的 看着海妖老妇人 一脸的不能置信 而地上那些海妖族的鲜血 似是有了生命一般 向着祭坛之上扭去 片刻之间 就已经把祭坛染成了血红色 眼见韩森几乎涂漏掉所有海妖族 海妖老妇人终于不装 露出了真面目 蓝海星见状不能置信的 看着海妖老妇人 长老 为什么 声音都已经颤抖 为什么 海妖老妇人的面孔扭曲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天资卓越 在海妖族同阶之内 没有人可以与我的成就相提定论 可是就因为我没有圣女血脉 所以只能由那个贱女人当圣女 那样一个叛徒 都能够当圣女 为什么我不能 我苦心等了那么多年 终于熬到了那个贱女人死去 可是他们宁愿让你这么一个 血脉不纯的杂种当圣女 也不给我机会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我天资绝世 海妖族内无出嘴 只因为没有圣女血脉 就要沦为下人 这上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只有夺到手里的东西 才是属于自己 现在我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既然海妖族容不得我 那我就灭了海妖族 切记海妖瓶 重新建立一族 我为一代十足 就因为这些 就你要灭杀我们最后的族人 拉海星脸上满是悲哀之色 族人算什么东西 只要有了海妖瓶 我就能够晋升神话 就可以自立一族 海妖老妇人神色癫狂 你没有海妖圣女血脉 你控制不了海妖瓶 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白费心机 拉海星神色黯然 海妖老妇人却狂笑了起 这就要多谢那个贱女人了 她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杂种儿子 得到圣平 费尽心机 建了这一座水晶宫和血祭坛 还与你约定了那些协议 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 让她的儿子得到圣平 而你不过就是一个血脉工具而已 这个祭坛融合海妖血脉 炼化圣平之后 就算没有圣女血脉 也可以控制圣平 当年我忍辱负重 投入那个贱女人身边 用尽了一切手段取得她的信任 为了能够成为她的心腹 我有几次都差点为她而死 连我自己的儿子 都是为她丢了信任 我牺牲了那么多 才终于得到了她的信任 现在那种密法只掌握在 我一个人的手里 那个贱女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我会背叛她 更加不会知道 她自己会死在我的手里 连把这个秘密告诉 杂种儿子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这一切都是属于我 我一定可以成为一族十足 海妖老妇人说到这里 又疯狂的大笑了起 似是已经得意到了极顶 你似乎忘记了 我还在这里 韩森看着得意的海妖老妇人 突然开口 海妖老妇人收敛了笑容 看了韩森一眼 你确实不错 和那个贱女人一样 冰险狡猾 竟然隐忍了那么久 心机确实不错 可惜你终究还是年轻气盛 杀了那些海妖 现在血阵已经开阵 圣平已被炼化 虽然还不能够完全驱动 但是只要稍微借用一下她的力量 杀死你和那头血麒麟也足够了 我就不信 你连一点剩余血脉也没有 怎么能够借用圣平的力量 韩森不以为然 之前已经大概猜测出 海妖老妇人的图谋 之所以没有权力出手击杀她 是因为也想要知道 怎么控制海妖瓶 没关系 你很快就会相信 等会儿 只要再把你们两个杂种一起血击 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海妖瓶 建立属于我自己的种族 从此以后 我为王为子 海妖老妇人说着 已经走上了祭坛 一手握住了海妖瓶 脸上满是痴泥疯狂之色 拉海新的领域力量爆发 想要阻止海妖老妇人 可是人刚刚冲到祭坛边上 就被祭坛上的七彩光给弹了回来 竟然没有能够冲进去 海妖老妇人抓着瓶子笑道 那个贱女人虽然卑鄙无耻 不过她的手段 却也非你这样的杂种 能够相提并论 今天你们两个杂种都必死无疑 韩森饶有兴趣地看着海妖老妇人 你连我也要杀 就不怕黄积族要你的命了 海妖老妇人非非怪笑 我是从小看着白衣长大 除了那个贱女人之外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 你根本就不是白衣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外乎就是一些吞噬铜化的手段 你既然能够打开水晶宫大门 说明你确实炼化了白衣内的杂种的血脉 我抽了你的血脉 把你交给白黄 到时候就是大功一剑 不仅可以拿到海妖瓶 还可以得到白黄的奖励 不得不说 是天要助 原本已经有些麻木的蓝海星 此时震惊地看着韩森 他实在想不到 白衣竟然是一个冒牌伙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有人会这么胆大包天 竟然敢冒充黄集族的皇子 韩森不承认也不承认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海妖老妇人 只见她的手掌之上光滑闪烁 一道道力量 从她的手掌涌入海妖瓶之内 海妖瓶的瓶瓶 那两个海妖像 竟然像是活过来的一般 眼睛中闪烁着奇异的光滑 身上涌起了蓝色波浪 发出乌的声气 似是某种悲凉的乐器在演奏 没过多久 在那海妖瓶之中 竟然有一滴海水升腾而起 海妖老妇人 兴奋地抓住了那一滴海水 直接吞入了腹中 身体之上顿时光彩流着 随之快速蜕变 海妖老妇人 那如树瓶一般的面容 竟然快速蜕变 转眼从老妇的模样 变成了十七八岁少女 皮肤白嫩光滑吹汤口 下面的鱼尾鳞片 也变得似水晶 一般透明 还泛着七彩光滑 整个人都在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之改变的 还有他那一身恐怖的气息 那只金币神罗 果然是因为海妖瓶 才晋升的神话 韩森打量着海妖长老 现在他可没有半点 老妇人的模样了 简直像是反老环同了一般 海妖长老身上的鱼尾摆动 带着阵阵波浪 游出了血迹坛 来到了韩森和蓝海星 他们面前冷笑 只要拥有了圣瓶 我就可以拥有一切 说着海妖长老大手一挥 一道七彩光滑 笼造向韩森和蓝海星 七彩混沌光落下 顿时化为一个水晶瓶 把韩森他们 都照在了水晶瓶内 这种力量 韩森在金币神罗的身上 也曾经见过 现在更加肯定 这是来自于海妖瓶的力量无疑 不过海妖长老的力量 明显比金币神罗差了很多 虽然也凝聚出了秩序链的力量 可是感觉上却很薄弱 无似金币神罗的秩序链那般明实 看来是因为 它对于海妖瓶的掌控度 还不够的原因 可是那只金币神罗 为什么能够得到海妖瓶的力量 它可没有启动海妖瓶的能力 更没有那么多海妖的血 去炼化祭坛 韩森心中暗自沉思 蓝海星爆发力量 轰击在琉璃瓶上 可是却没有用处 王级的力量打在琉璃瓶上 连让琉璃瓶震战一下的资格 都没有 没用的 这就是海妖瓶的力量 等我抽出你们的血 用来炼化海妖瓶 当我完全掌控它之时 就能够获得更加圆满的力量 到时候 纵横宇宙开创新的种族 成为一代石子 海妖长老越说越兴奋 身上的彩色光辉也越来越亮 琉璃瓶随着海妖长老的力量收缩 想要把里面的韩森他们 都挤压至死 韩森大概已经看明白 海妖长老是怎么使用海妖瓶的 当下也不再犹豫 呼唤了小红鸟 小红鸟从膀肩膀上飞了起 落在了韩森的手指上面 对着韩森叽叽喳喳地叫了两声 事情差不多该结束了 把那个老妖婆收拾掉 最后给我留一口气 让我亲手解决 韩森对小红鸟嘱咐了一番 当听到韩森要解决自己 海妖长老好像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笑话时 大笑 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 你就已经疯了吗 可他的话才说完 就见小红鸟双印一阵 从韩森的手指上面飞了起 同时赤红的火焰在他身上燃烧起来 眨眼间就由一只小红鸟 化为了一只金红色的火凤狂 那多凤狂之意煽动之间 火焰顿时烧上了琉璃瓶的金币 那秩序列凝聚而成的金币 就像是指着了火一样 插内间烧成了飞灰 神话一主 不可能 海妖长老瞪大了眼睛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 脸上满是金骨之色 蓝海星也是一脸的不能置信 轻饿的 看着化为火凤狂的小红鸟 他们都对小红鸟的陌生 老天天带着那只小红鸟玩手 还经常蹂躏欺负他 有时候蓝海星看的都有些不忍心 可是小红鸟还是屁颠屁颠的 像是喀巴狗一样 吞在本身边 这样的一只小红鸟 竟然会是神话一主 让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小红鸟所化的火凤狂 已经向着海妖老夫人飞了过去 口中吐出了金红色的火焰团 海妖长老怪叫一声 全身七彩光伐大方 化为琉璃萍照相小红鸟 可是遇到那套火焰 就立刻灰飞烟 火焰毫不停顿地撞向了海妖长老 海妖长老根本躲闪不开 只能凝聚彩色神光 与双手支上去的 可是手掌接触到火焰 就立刻燃烧了起来 整个身体在一刹那间 就陷入了火海之中 不可能 我要成十足 我要得到圣平 海妖长老在火焰中 疯狂地立叫了几声 就已经被烧得身体多处 化为飞灰 果然不是真正的神话了 看来他使用的那种方法 缺陷很大 应该需要白衣和蓝海星的血 才能够彻底掌控海妖品 韩森拔出鬼牙刀 飞身上前 直接一刀斩下了 奄奄一息的海妖长老脑 戏口提示 猎杀突变亡集一种海之妖女 发现突变一种基因 韩森杀死了海妖长老之后 火焰依然在燃烧 把海妖长老的身体 烧成了飞灰 只有一块蓝色的宝石流了下来 应该就是他的突变一种基因 可惜没有获得受鬼 韩森伸手一抓 蓝色宝石就飞入了他的掌中 把蓝色宝石 随手往怀里一穿 韩森就向着祭坛走去 可却被祭坛上面的 彩色混沌光给挡了下来 韩森微微皱眉 他已经模拟了海妖长老的手法 可是竟然还是走不上祭坛 蓝海星咬着嘴唇突然开口 看来你的心机都白费了 你终究拿不到圣品 韩森没有理他 目光盯着海妖瓶 看了一会儿才开口 是你没错吧 海妖族的上一代圣母 白衣的母亲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一个女子的声音 从海妖瓶之中传出来 只见屏口之上的彩色混沌光凝聚 竟然化为了一个美丽的 海妖族女人身影 悬浮在屏口之上 白色的耳其 白色的鱼鳞 一身皮肤都晶莹如玉 很容易让人心生豪 更何况 她脸上一直带着 温柔似水的笑脸 圣母大人 蓝海星瞳目结舌地 探着海妖瓶上的那个女人 已经完全不知道 该有什么样的反应 今天对她的打击 实在太多了 各种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 都在这短短的 十几分钟内 全部发生了 蓝海星感觉 自己的前半生家庭 都没有这十几分钟 活得让她难以置信 您怎么会在这里 您不是已经 蓝海星已经有些 难以组织起自己的语言了 她的大脑 实在受到了太多的冲击 女人轻叹 我进化之时出了一些问题 正好小云她 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只好借她之手 自恋其身 进入海妖瓶 可以暂时保留性命 韩森听明白了 女人所说的小云 应该就是那位海妖长老 看来她这一辈子 终究还是没有 能赢白衣的母亲 自以为的算计 其实都落在了 白衣母亲的算计之内 至此还以为 她自己赢了白衣母亲 女人目光落在了韩森身上 却依然带着那种温柔的笑容 我的孩子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 刚才海妖长老的话 你应该都听到了 我不是白衣 更不是你的孩子 韩森淡淡地回道 女人微微点头 我知道白衣也不是我的孩子 女人此言一出 蓝海星更是惊讶 连韩森都是正了正 女人解释 我为海妖族圣女 必须保持圣洁之身 与黄极族联姻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过我与白黄有约在先 我名义上是她的妻子 但是却要有我身边的海妖族女子 代为完成夫妻之时 那个人不会是海妖长老吧 韩森心中一动 突然问道 女人赞许地看了韩森一眼 不错 就是小云 而且只有新婚的那么一次 她竟然就怀上了白黄的骨骂 只是小云她不知道 我与白黄的约定 亦不知道我还保留着真结之身 韩森听了身体一阵 白衣是她的儿子 孩子 我是越来越喜欢你 女人对着韩森甜甜一笑 却没有回答韩森的问题 可是韩森却觉得骨子都在发寒 显然她猜对了 海妖长老说她有一个儿子 为了女人而死 而女人根本没有自己的骨肉 白衣又有白黄和海妖族的血统 唯一的可能性 白衣就是海妖长老的儿子 被女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后天换日 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去养 海妖长老竟然还没发现 只以为她的儿子已经死了 好可怕的女人 海妖长老至此也不知道 白衣竟然是她的儿子 不过也幸好她不知道 否则她应该会为白衣不惜一切 肯定会到白黄那里揭发物 韩森看着女人那温柔和甜美面容 心中暗自已 孩子 我们做的交易如何 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 肉身一毁 只能依靠海妖瓶保密 若是不能重塑肉身 迟早都会烟消云散 而你现在冒充白衣 她虽然不是我的亲子 却是白黄的亲子无疑 一旦白黄知道 白衣已经死于你 后果可想而知 女人说得很坦诚 我可以帮你应付现在的局面 并且可以帮助你 使用海妖瓶的力量 而你则需要帮助 我寻找重塑肉身的契机 你觉得这样如何 听起来是不错的建议 我同意了 韩森点头直接答应 女人微微一正 没想到 韩森竟然会这么干脆的答应 孩子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 你若有事情需要我帮助 只需要再轻轻敲击 左侧的海妖像即可 女人看了韩森一眼 身下的海妖瓶采光收敛 漫天采光和女人 一起被收回了海妖瓶中 那海妖瓶 竟然真的自动飞离了计划 落在了韩森手中 韩森把握了两下海妖瓶 就直接收了起 这个女人很厉害 又有海妖族的圣物海妖瓶作为根基 恐怕就算小红鸟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搞定它 既然能够暂时合作利益 就没必要拼得你死我活 想来对方也是这么想的 蓝海星神色古怪 实在难以想象 这样的两个人 竟然就这般达成了协议 看起来像是开玩笑一般 你想干什么 蓝海星看到韩森走过来 脸上顿时一片惨悲 知道你自己的实力 今天恐怕是再艰难逃了 别说那只神话级的火鸟 就算是韩森一个人 也不是他能应付的 当然是带我的妻子回家 还能干什么呢 韩森拉着蓝海星的手臂笑道 你休想 杀我族人 我与你不共戴天 蓝海星想要甩开韩森的手臂 可是却发现 根本无法动你 只能被韩森拉着向前走 他愿得死 是因为你的愚蠢 就算我不杀他们 海妖长老也一样会亲手杀了他们 韩森淡淡地回答 蓝海星张了张嘴 但是却无法反过 脸色一片煞白 心中生出了决绝的念头 如果你打算要死的话 我也不拦着你 不过你要考虑清楚 你现在应该是最后一个 剩余血脉的海妖 是海妖族最后的希望 如果你现在死了 海妖族也就彻底完蛋了 韩森说完就直接离开 蓝海星脸色变换不定 咬牙低头不已 最终还是跟了上去 回到了海底城 韩森的通讯器突然响了起 接通之后 白灵霜的影像 出现在通讯器中 现在若是答应了你 回头做不到 岂不是对不起姐姐 韩森回答 无妨 只要你尽力而为 无论成败姐姐都不怪你 该给你的报酬 一分也不会省 白灵霜主动提出给韩森好处 韩森闻言 有些心动 毕竟放着好处不拿 才是蠢蛋 不过嘴上却装作一脸为难 这样不太好吧 十六弟 想要什么 你就直说吧 可姐姐我不必客气 若是你想要血 姐姐可以把它送给你 白灵霜哪里不知道 韩森的心思 姐姐当真愿意把雪儿送给我吗 韩森脸上露出痴迷之色 白灵霜笑道 十六弟 无足不可信 你不会真的想要一个 无足骑士在身边吗 十节舍不得 韩森四世 有气不悦 白灵霜微微摇头 男人对魅狐一族 几乎没有抵抗力 不是姐姐不肯给你 而是怕你弱出事端 既然十节舍不得雪儿 那就给我一百块 王级一种基因吧 韩森原本也没有打算要血 只是为了要一种基因 做一个铺垫 白灵霜微微皱眉 显然一百块 王级一种基因 这个数目实在太大 以他的财富 也不可能随口答应 沉移了一下才开口 这样吧 十六弟 我先给你五十块 王级一种基因 如果你能够助我登顶化古山 我就把剩下的五十块 王级一种基因 如数奉上 如果不能登顶 这五十块 王级一种基因 就当做心股费 你看这样如何 韩森一口答应下 无论怎么样 都能拿到五十块 王级一种基因 这对于韩森来说 自然是极好的事情 你来夜魅城 还是姐姐给你送过去 白灵霜理了 李勒钱的秀法 还是我去夜魅城吧 我也有些想雪儿吧 姐姐应该不会吝啬于 让雪儿再陪我一晚吧 韩森贪婪地说道 白灵霜虽然有些厌恶 韩森的贪婪 不过还是答应了下来 有宝和小红鸟 留在海底城 韩森也不怕 蓝海星和李李会出什么问题 过程很顺 韩森又在雪儿的房间 留了一晚 不过只是睡觉休息 顺便又从雪儿那里 打听了一些消息 带着50块王级一种基因回来 韩森却没有舍得使用 到了王级之后 公爵一种基因 肯定就没用 必须吸收王级一种基因才行 在公爵级 就使用王级一种基因 实在太浪费了 把王级一种基因都给收起 韩森直接去了地缘 继续吸收地气 增加自己的公爵基因 由于地气充沛 韩森每天都能够增加不少公爵基因 还没有等到大考之时 他的四种基因术 都已经开启了三道基因锁 冰激欲比 是属于身体强化 并且附带冰冻和封印力量的属性肢体 异血是血系力量 可遗传基因的属性肢体 动玄晶似乎是 时间与空间结合的属性肢体 可是又有些不同 韩森也说不清楚 动玄晶具体属于哪一种 基因物语的属性肢体 依然贯彻了永恒固化的能力 形成了属性肢体后 永恒固化的力量 变得更加灵活多变 而且 基因物语开启了第三道基因锁之后 韩森隐隐感觉自己 在运转基因与物的时候 似乎与飞金铠甲 产生了某种若有若无的联系 虽然这种联系很薄入 可是韩森确确实实感应到了 飞金铠甲内 似乎有生机和意识的存在 难道说 飞金铠甲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 韩森一时间也猜不透 便也不去领会 起身就离开地缘回海底城 可是刚离开地缘没多久 就突然感觉 飞船的后座上 多了一股异样的气息 回头一看 只见胡飞不知道 什么时候坐在了那 你怎么来了 韩森回过头 继续开他的飞船 胡飞坐在后面笑道 我来找你 自然是为了天命塔的事情 我的好姐姐 现在很多人都 已经开始在怀疑我 我都自身难保 哪里还敢没事找事 韩森苦笑 现在就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 不需要你去冒险 只要能够拿下大考的前三 就有进入天命塔的资格 胡飞解释 大考前三 有进入天命塔的资格 韩森微微一正 如果真的能够有机会的话 他自然也想进一次天命塔 不错 只要前三就有机会进去 胡飞很肯定的点头 那我也没机会 皇子皇女之中 神话强者就有两位 再加上那么多个半部神话 我凭什么挤进前三呢 韩森摇头道 胡飞撇了撇子 进前三 或者我把你杀了白衣的事情 捅出去 你自己看着办吧 办不到的事情 你让我怎么办 讲点道理好不好 韩森没听到胡飞的声音 转头去看 却发现 坐在后面的胡飞 已经不见了 看着离开的胡飞 韩森微微皱眉 理论上自己暴露 对胡飞也没什么好处 胡飞应该不会做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可是不能以长领 去揣测胡飞那个女 那可是一个被关押了 不知道多少岁月的狐狸精 鬼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韩森转念一醒 他手上正好有现成的人可以用 回到海底城之后 就把海妖瓶拿了出来 在左侧的瓶耳上面敲了三下 顿时只见平口分出彩光 化为了海妖圣女的模样 彩色光影 韩森把胡飞威胁他的事情 说了一遍 海妖圣女脸色没有什么变化 听完后柔声说道 胡飞 他绝对不敢真的出卖 不过你若能够夺下大讨前三 进入天命塔倒也不错 我现在随时都可能会被拆穿身份 哪里还敢如此明目张胆 韩森苦笑 海妖圣女笑道 你现在的情况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 白黄对你起了疑心没有错 不过他想要调查你的话 一共有三个途径 他自己照见你判断真减 只怕他对于自己的判断 都没什么信心 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白衣这个儿子 与白衣见面的次数即使 恐怕他根本分辨不出来 你是不是白衣 第二个途径 就是通过靳夫人调查 对于别人来说 这是最难以应付的一关 但是对你来说 这却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 韩森有些不简的 看着海妖圣女 他并没有把自己 和靳夫人的事情 告诉海妖圣女 不知道海妖圣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谈谈 海妖圣女指了指 韩森手指上面的戒指 你手上戴着靳灵之眼戒指 就等于是靳夫人的希望 他又怎么可能 亲手毁了自己的希望 希望 什么意思 韩森心中一喜 看来海妖圣女知道一些什么 海妖圣女甜甜一笑 靳夫人之所以是靳夫人 那是因为他拥有靳灵黄体 这种体质 可以让他分出一个靳体 将这个靳体 依附于一位强者身体之上 那个强者越强 他所能够收获的好处也就越多 这枚戒指 就是靳夫人的靳体 韩森有些惊讶地看着手上的戒指 还要剩余点 不错 靳体只能使用一次 一旦将靳体化为食物 依附于某个强者 那靳体所化的食物 就不会再受靳夫人的支配 只会返还从对方身上得到的好子 当年靳夫人年轻时 在黄极族内 是财貌双全的天之娇女 靳公主的大名 也算是燕京诸天万族 不知道多少皇宫贵族 青年才俊 想要与她结为同心 可惜那时的她眼高于顶 根本看不上那些平庸之辈 最后与一位外族的青年结为同心 将靳体化为靳灵之眼戒指 送给了那名外族青年 顿了顿海妖圣女 又接着说道 那青年才俊 也确实不负靳夫人所望 原本只是一个公爵 得到了靳夫人的一些帮助之后 一飞冲天 短短不到百年时间 就从公爵级 接连晋升到了神话境界 还在黄极族内 引起了不少轰动 可惜天度英才 那青年才俊 在一场大战之中 意外雨落 靳灵之眼戒指也不知所踪 没想到落在了你的手里 也就是说 我戴着这枚戒指 靳夫人就可以从我身上偷取好处 她偷走的是什么 韩森心中大惊 海妖圣女笑了下 你放心 靳体只能影射你的境界和感应 而且只在靳体与主体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才能够交换信息 你应该见过 靳夫人手指上 也戴着一枚差不多同样的戒指 只有当你接近那枚戒指时 两者之间才会产生信息交流 而且信息交流是双向 你也可以获得靳夫人的境界感 当年那青年才俊 能够晋升得那么迅速 也有这个原因在内 现在你应该是占了大便宜 你本身才只是公爵 人家靳夫人早就是神话了 境界远高于你 难道她就不能夺走戒指 重新换一个人 韩森一获到 有那么简单就好 靳体一旦依附于外人 就不再受她的控制 你能够戴上靳灵之眼戒指 就代表受到了靳体的认可 你若死 靳体同样会受到损伤 上一次那位神话战士 肯定对于靳夫人的靳体损伤不行 我想她应该不愿意再来一次 否则早就杀了你 夺回靳灵之眼戒指 毕竟你现在戴着靳灵之眼戒指 对她的好处几乎为零 海妖圣舞孝导 韩森心中却不以为然 她虽然肉身实力没有达到神话级 可是境界感悟 却绝不会比靳夫人差 靳体只是映射境界感悟的话 谁占谁的便宜 还不一定 不过知道靳灵之眼戒指 对她的身体并没有害处 韩森倒是好过了一些 不用再整天担心这枚戒指做过 而且靳夫人的目的也已经凝确 这也让韩森安心了不少 这么说来 靳夫人应该不会想我死才对 韩森心中欢喜 她当然不会想你死 甚至还有可能会保护你 毕竟你若死 就会连累她的静体受损 那可不是短时间能够挥死 甚至可能是永久创伤 还要剩你解释 你说白黄还有第三个渠道 那又是什么 韩森又问道 白黄身为黄级之主 自然会有多重情报网 一般的情报网 你不需要太担心 毕竟你有黄子的身份 他们很难查你 但是白黄身边 有一个叫电波的情报组织 宇宙各族之中 都有他们的眼线 情报能力十分厉害 这才是你最应该担心的 如果你的身份暴露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出自电波的手里 海妖圣语一脸正色 我根本不知道 谁是电波的成员 想防也防不了 韩森摇头 无妨 关于白衣的一切 我都可以告诉你 你只需要按照我所说的具体 没有人能够证明你不是白衣 海妖圣语接着就告诉了 韩森一些白衣的事情 让韩森记住了许多关键的细节 对于韩森暴冲白衣 有极大的帮助 这些天韩森哪里也没有去 就在家里跟着海妖圣语学习 尽可能记忆 关于白衣的重要细节 大考之时 整个黄积族的人都会来观看 白黄自然也会在场 到时候暴露的机会更高 你与白衣的性格相差太大 无论怎么模仿 都不可能百分百一样 幸好白黄不怎么喜欢白衣 你只要不露怯 他想要分辨出你 是不是白衣也不容易 无论如何 你只要一口咬定 自己就是白衣 就算他们再怎么怀疑 没有百分百证明 你不是白衣之前 也不可能把你杀了 海妖圣语把韩森目前的状况 分析得很透彻 韩森听了之后 倒是放松了不少 确实如海妖圣语所说 白黄不可能因为怀疑 白衣不是他儿子 就直接痛下杀神 万一杀错了 白黄就是世子 就算他自己不在了 这名声传出去也不好听 一直以来 让韩森最为担心的两件事 都被海妖圣语三言两语解决 让韩森浑身都感觉轻松了不少 这个女人果然厉害 难怪能够把海妖长老吃得死死 到死都没能明白过 韩森心中 对于海妖圣语的警惕之心更深 大考之日 整个黄极族的节日气氛都很荣重 韩森和蓝海星 他们也赶到了这里 此时中央的黄极台 黄缓走出一人 那人一袭黄金战甲 身上金色领域直接掠罩下 把整个黄极大广场都给掠罩在内 他自己更是通体金光灿灿 宛若行走于黄金大道上的黄金战神一般 无名白万界为黄极太子 白万界的自我介绍很简单 随后便退下了黄极台 白万界才刚刚下台 就见一道惊天的剑光 自那门中冲出 一时间剑光洞穿九中天 令所有人都只感觉皮肤泛寒 四倍剑气所压 一位为黄子和黄女不断地出场 因为每一位的出场都令人十分华丽 看得久了 反而让人感觉不出经验 韩森看得很仔细 不由地感叹 黄极族确实人才众多 只是这些黄子黄女 就差不多可以横扫很多上族好门了 受到关注最多的 自然就是两位神话级黄子和黄女 再接下来 就是白灵双这个号称黄极族第一美人的黄女 不过韩森倒觉得论长相的话 白威也不比白灵双差 算是各有特色 只不过白灵双的实力更强 也更出名吧 很快轮到韩森这个十六黄子出场了 韩森听到官员叫自己的名字 便站起来向着大门走去 诸多王公贵族和普通臣民 甚至是神话强者 都对于白毅这个十六黄子 不为感兴趣 毕竟他最近做的两件事 实在太过轰动 参悟十足十相 得万千帝文护佑 无论哪一件事 都足以让十六黄子白毅的名字 传遍了整个黄极族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十六黄子白毅今天的表现 关注程度 甚至还在两位神话级黄子黄女之上 毕竟神话黄子黄女 每年都会看 可是白毅这个 以前不怎么受关注的黄子 更让人有好奇心 观众睹目之下 韩森慢吞吞从大门里面走了出来 身上并没有恐怖的领域整线 也没有冲销的刀光剑意 一身青色衣袍的韩森 就那般无风无浪的 走到了黄极台的正中央 白毅 黄极第十六黄子 今年的大考第一名 韩森说完 直接转身走下了黄极台 刚刚喝了一口茶水的十九黄子 闻言直接吐出了 瞪大了眼睛 看着黄极台上走下来的韩森 四周也是一片死寂 一时间都没有回过未来 老十六这家伙 真是越来越狂了 白苍浪满笑道 这家伙又发疯了 白铃双舞着自己的脑门 感觉自己找韩森合作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这介绍我醒霸气 看了那么多年 黄子黄女的自我介绍 就这个最霸气 我看是傻气才对 且不说排在他前面的 强大黄子黄女多了去 就凭那两位神话级的 黄子黄女才 他凭什么自称第一 虽然很傻狠 不过我喜欢 这个十六黄子 果然很有意思 一时间整个皇帝之国 那一片哗然 都在讨论着 十六黄子白义的事情 连看台上的白皇和皇后 还有大博师古渊 和一众大臣 都不由得多看了韩森两眼 韩森却像是没事人一般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做了想 这也是海妖圣女交给他的 他不可能百分百变成白义 但是只有一件事 他必须做到 那就是自信 无论在谁面前 都必须认定自己就是白义 不要有任何胆怯的表现 展露出绝对的自信 膨胀 实在太膨胀了 十六黄子的出场 没有今天的气势 没有华丽的能力 一句话却像是 投入国中的石子一般 掀起的涟漪 蔓延到了整个帝皇之国 让所有人都知道 十六黄子白义 在经历过两次的奇遇之后 已经彻底的膨胀 大多数人都把这件事 当成一个趣闻 或者是笑话来看 并不认为白义 真的能够做到 其他都不说 第一第二的两个名额 绝对是被两位神话级的 黄子黄女给预定 区区一个刚刚一重领域的 十六黄子 怎么也掀不起太大的拨浪 无论怎么蹦搭 也只是给这一场大考 增加一点噱头而已 一天后 大考正式开始 第一天的项目 就是登画谷山 一众黄子黄女 都聚集在了画谷山下 仰望着那如同长枪一般 直刺虚空的山峰 不由的都生出 几分自我渺小的感觉 画谷山就如同一条 晴天支柱般 立于虚空之中 只能看到山景 却看不到融入虚空 中的山顶是何风景 一条盘山时间 从山脚一直通往 那虚无之中的山顶 等待着登山号令之时 白铃双悄悄走到了 韩森附近 只是看了他一眼 不过却为何 韩森多说什么 画谷山前面的九层山路 所有帝皇之国的臣民 和王公贵族 都能够看得到 只有那最后一段 融入虚空中的山顶之路 是山外之人无法看到 就算是神话强者 也看不穿那批虚空 白铃双自然不可能 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韩森帮他走上去 那样只会被 整个皇集族所耻笑 所以前面的九层山路 白铃双要自己走 到了最后的那一段 虚空山路 才会请韩森帮忙 最后那一段山路 也是画谷山 最难走的一段路 白铃双也没有把握自己 走完最后那一段山路 随着一声令下 一百多位皇子皇女 都齐齐动身 向着石阶上走去 颇有几分马拉松开跑的感觉 又似是老年登山队一般 上山之后 立刻拉开了长长的队形 走在队伍最前面 是太子白万姐 这一段路 无人与他争计 让他以太子之身 走在最前面 紧跟在太子后面 就是神话级的四皇子 和神话级的二皇母 两人齐头并进 几乎不分先后 再往后 就是其他一些半部神话的皇子皇母 其中就有白铃双和白苍蜡 随后才是韩森的王级皇子皇母 韩森目光四下里看了他 却没有看到白无常立的家伙 他竟然没有来参加大礼 白青霞走到了韩森身边 十六哥 一起走吧 韩森微微点 与白青霞并排走于十阶之上 原本韩森以为 画骨山定然非常难走 否则白铃双也不会甘愿 付出那么多的王级一种基因 请他帮忙 可是韩森走了一段路 却发现画骨山之道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男子 除了拥有近空力 不能在画骨山上飞行之外 倒也没感觉出特别之子 不过韩森试着加快了一点速度 就立刻感觉到了不同 原本感觉上并不难走山路 却因为他的加速 变得阻力非常之大 就如同在水中跑步一般 他的速度越快 阻力也就越大 而且是大的不可思议那种 让韩森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速度一慢响 那种阻力感就逐渐降低 最后几乎感觉不到 难怪所有人都只是慢慢不行 原来这画骨山道 竟然有这样的悬调 韩森心中暗自私 十六哥 帝缘之时 你我那一战还会奋出胜负 带到黄极台上比武之时 再与您分个胜负高下 白青霞边走边对韩森说道 你不是已经输了吗 韩森眨着眼睛问道 白青霞却只是微微一想 帝文是我输了 但是先前那一战 却是胜负未分 离恨十重天 我可不仅仅止练成了那几重而已 韩森听了 微微有些惊讶的看了白青霞一眼 那你练成了几重 九重 只差一重 就可以到最高的十重天 可惜我的身体 才只是亡极二重 无论如何 都突破不了最后那一重 白青霞也没有隐 直接说了出来 厉害 韩森随口赞了一句 不过这句却是出自真心 和白青霞一战之后 韩森也查过离恨十重天的资料 确实是一门神迹 不是谁都能练成的 一重天就是一重领域 一般要练成九重天 那就得九重领域之身 白青霞才刚刚晋升二重领域 竟然就练成了九重天 这天赋也是没谁了 太子白万剑里头 一直到了半山之时 这种局面才被打 半山的石阶旁边 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 山形半而易如见这句话 韩森不知其意 不过过了此碑之后 诸多皇子皇女都开始发力 四皇子和二皇女 直接超过了太子白万剑 其他诸多皇子皇女 也都拉开了距离 队伍一下子变得散乱起来 不似前半山之时 那么井然有序 观看的帝皇之国陈明 和王公贵子 此时也都来了精致 除了两位神话级的 皇子皇女之外 他们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了韩森 毕竟韩森昨天在开幕式上 当众吹了那么大的牛逼 今天若是没有一点表现 只怕会惹人笑我 十六哥 你我就先比比看 谁能够先一步登上山顶吧 白青霞说着 也加快了步伐 似是一柄力剑般 快步冲了上去 韩森应了一声 也一样加快了脚步 顿时感觉身上的阻力大增 连忙运转水系领域力量 强行冲开阻力快速前行 可是他冲得越快 阻力也就越大 体力消耗也就越严重 很难真正把速度提升上去 照这样下去 别说追上最前面的四皇子和二皇女 连追上那几位半部神话皇子皇女 都不太肯 以纯粹的力量而论 那些半部神话的皇子皇女 比二重领域强太多了 根本不可能追得上他们 韩森心念一动 收敛了王者领域 令那如同瀑布般冲击的阻力 直接降临在他身上 被那力量一击 血肉之中的帝文 顿时金光闪烁 在韩森的血肉之中流动起 在帝文的护持之下 韩森只感觉那阻力猛的一青 随后二话不说 直接带着一身 流转不息的金色帝文 快速冲了上去 瞬间就把身边的白青霞 甩在了后面 前面的诸多皇子皇女 正在努力前行 忽然听到后面 传来奔腾的脚步声 心中有些惊异的转头看去 顿时看到一身 金光流转的韩森 飞冲而上 刹那间 就从他们身旁冲了过去 就如跑车与拖拉机的对比 一般明显 而后面的那些皇子皇女 也是目瞪口呆的 看着那道快速远去的金光背影 一时间都有些呆住了 都忘记要继续前行了 能够在画骨道上这般跑法 真是从未曾见过 即便是神话强者 也会因为越快阻力越大 而无法把速度提升到极限 一般不会冲得这么快 可是韩森却像是不受约束一般 两条腿狂奔而上 就像是一匹脱僵的野马 来了来了 十六皇子要爆发了 好猛啊 那就是万千帝文护体吗 看来对于画骨山的力量有其效 似乎画骨山的力量 没有办法束缚他 这速度 他要是能够一直冲下去 还真有可能超过 两位神话强者拿到第一页 猴姬取起 又不是他自己的真本事 就算他能够冲上去 那也只是画骨山第一页 大考的项目还多着 不可能全部取起 更何况他能不能 一直保持这种速度 还很难说 最后的那一段 虚空山路才是关键 众人看到韩森狂飙上去 快速超过了一个 又一个皇子皇女 不由的都来的兴趣 白凌霜被韩森超过的时候 眼底也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 他早就知道 帝文会对画骨山的力量有影响 拥有阿 古两字帝文的人 登山会轻松很多 阻力会降低不少 可是就算奥古两字帝文全得 也不可能像韩森这般 不受约束式的狂奔 只不过是阻力小上一些而已 看来不只是奥古两字帝文 对登画骨山有帮助 其他应该还有帝文有用 只是以前没人获得而已 白凌霜心中暗 是 可是看着韩森飞奔而去的背影 白凌霜心中又不免有几分妒忌 为什么偏偏是他获得万千帝文护佑 若是我能得万千帝文护佑 未必不能够成为一代女皇帝 超过去 又超过去 已经追上太子 观看着兴奋的大叫 韩森那一身显身的金光快速冲击 眨眼间超过了太子百万几 向着最前面的四皇子和二皇女追了过去 四皇子和二皇女显然都感觉到了 来自下面的压力 转头看了一眼 发现韩森带着一身的金芒冲击上 都是微微皱眉 同时加快了步伐 韩森想要拉近与他们的距离 却发现没有先前那般容易了 他身上所受的阻力虽然很少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还是会承受一部分的阻力 难以达到全速 场面顿时有些僵持住 只见三人快速地向山顶狂奔而去 很快就鱼贯冲入了最后的那一段虚空山路之中 韩森的身体冲入薄露之中 顿时有种空间被扭曲了的感觉 那种感觉很轻微 刹那间就消失不见 韩森身上的地纹光明大发 只见通往山顶的石阶变成了很多条 似无功一般 韩拳在山体之上 韩森看到先冲上去的四皇子和二皇女 在一黄环的石阶之上绕圈子 跑来跑去 都是在几条石阶之间 就是没有往上跑 韩森尝试着向山顶跑去 发现并没什么问题 他直接就沿着上山的石阶走了过去 四皇子和二皇女 却还在那里发疯式地跑来跑去 看来是因为那些地纹的作用 我才能够不被扭曲的空间所困 韩森也没有心情看他们转圈圈 就直接登上了山顶 只见在那山峰之上刻着四个 如刀锋剑刃一般的大字 奥古天成 只是看着那四个字 就让人感觉浑身起鸡皮疙瘩 仿佛有万千剑气凌身 下一秒就会被万剑分尸一板 好厉害的剑意 韩森盯着那奥古天成四个字 脸上露出金融 看来白凌庄所说的好处 就是这里的剑意 想到这里 韩森当即认真观望 奥古天成四字上面的剑意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看来看去 总感觉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无法真正体会 列剑意的真相 正当韩森微微有些苦恼时 时间列边传来了脚步声 只见四皇子从十阶处走 四皇子看到韩森 竟然已经在山顶 只是微微皱眉 却未多说什么 见过四皇兄 韩森微微行李 四皇子淡淡地看了看一眼 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是向着那山上山走去 理直地走到了 刻有奥古天成的山壁前 仰手看着那四个子 也不理会一旁的韩森 韩森摸了摸鼻子 既然人家不理他 他也没有必要自讨没趣 四皇子才刚刚占地 二皇女也走上来 看到韩森和四皇子都在 顿时脸色微微一沉 四皇子能够赢他也就罢 韩森竟然也能够 先他一步踏上山顶 让他心中有些不悦 不过毕竟是神话强者 不悦神色一闪即逝 二皇女便自走到了山壁前 仔细看到奥古天成四子 也和四皇子一般 根本不理会儿韩森 见他们都在那里感悟建议 韩森大概知道 这山顶的好处 确实就是四字建议 心中不由得有些失望 这建议确实堪称绝世 可是自己并非执着于见到 刚才已经看了不少时间 并没有特别的等 当即便起身 打算去接白凌霜 四皇子和二皇女 看到韩森竟然转身下山 不由得有些疑惑 不过也没有管他 继续感悟那建议 韩森走进了虚无山路 不一会儿 就看到许多皇子皇女 都在山路之上打断 白凌霜也在激怒 一个个眉头苍蝇式的 跑来逃去 可就是没人往山顶 实际上面走 空间扭曲对于他们 影响太大 让他们根本辨别 不出正确的道路 白凌霜此时激怒 他在这里赚了好久 身体受到空间扭曲的 力量影响 越来越难以分辨道路 而且越来越沉重 可是韩森却依然不见踪影 让他很是生气 白衣那个混蛋 要是他敢拿了我的好处 不做事 出去之后 我非扒了他的皮肤 白凌霜越走越感觉身体沉重 几乎快要走不动 每走一步 都感觉如同背负着山岳一般 浑身上下都已经香汗淋漓 衣服都快要湿透了 在这虚无山路之中 待得时间越紧 被扭曲空间影响的也就越厉害 白衣那个混蛋 我非杀了他不可 白凌霜一个踉跄 差点就摔在地上 心中恨透了白衣 实际 我没来晚吧 一只手臂扶住了白凌霜 让他没有栽倒在石阶之上 白凌霜抬头一看 见韩森正笑眠眠地看着他 不由得咬着红唇 你怎么现在才来 这路太难走 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们先上去再说吧 韩森说着 就扶着白凌霜往上走 白凌霜闻言 不由得白了韩森一眼 只见韩森身上轻轻爽爽 连一点汗迹都没有 脸也不红气也不喘 哪里有半点山路太难走的模样 不过白凌霜也没有说什么 被韩森扶着往前走 韩森才走几步 就看到白凌霜再不远走 似那些皇子皇女一般四处乱走 因为他进来的时间比较晚 承受的空间扭曲力量还不大 走得倒是独慢 可是找不到真正的道路 再怎么走也没用 此理也算是心肠不错 当初还想要救宝回去 也算是有情有义了 韩森沉吟了一下 悄悄运转动旋气场 随手打出一道力量 白凌霜自山道上行进 可是无论怎么走 都走不出那仿佛无穷无尽的时间 心中也不由得有几分急躁 突然白凌霜感觉 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 从世界上芳涌而来 到了他面前之后就消散开来 白凌霜心中感觉有些古怪 虚空山路之上 因为空间扭曲的影响 就算是两个人面对面的走过 也不可能看到彼此 也感觉不到对方的气息 甚至连碰触都不可能 现在竟然有一股气息出现在他身前 让他感觉有些奇怪 不过略微犹豫 白薇便寻着那若有若无的气息走过去 与此同时 韩森已经扶着白凌霜走到了山顶 看到已经有其他几位皇子皇女 也走上了山顶 其中就有白青霞 白青霞显然也是刚刚才走上来 看到韩森和白凌霜上了 微微有些得意 看来这一次是我赢了 韩森笑而故意 并没有几十时 而旁边的白凌 看到傲骨天成四个字 却是精神一震 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他所获得的帝文之中 并无傲于鼓两字 想要通过虚空山路 实在太过困 像白青霞这样 拥有一个傲字 就会容易许多 与修为强弱的关系不大 这就是剑狂留下的傲骨剑翼马 韩森粉迷火 因为他没有听说过 每个皇帝有剑狂的地号 什么剑神剑圣之类的地号 倒是有很多 剑狂这种称号 一听就不像是皇帝的地号 白青霞却在一旁接口解释 当年剑狂天生废体 没有检测出任何皇体 受尽仆人欺凌 最后却硬生生平静一顶剑成就神话 虽无皇体 却打遍皇帝族无人能敌 便是那些拥有强大皇体的神话强者 也败于他的剑行 虽未称帝 却是我皇帝族的无名之王 皇帝族的剑道高手无数 但是若说最为崇拜的剑道皇者 必然是剑狂无疑 韩森心中微微惊讶 没想到皇帝族竟然还有这样的牛人 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呢 白青霞才说完 就听旁边不远处的一位皇女 一脸一屑 剑狂的剑道再怎么厉害 也洗不掉他的污名 有什么值得崇拜 白青霞和白凌霜 都皱眉看了那皇女一眼 不过却什么也没有说 显然对那个皇女有些忌惮 韩森对于皇女什么的没兴趣 他更想知道那个剑狂的故事 显然剑狂与一般的皇帝族强者有些不同 连他的名号 在皇帝族之内似乎都是的禁忌 如果是原本的白衣 应该知道剑狂的事情 可惜韩森不是白衣 他也不好开口去问 几人说话之间 又见一人走上来 竟然是那白衣走上来 此时他也已经浑身都是汗水 身体都在颤抖 双腿几乎快要站立不稳 看起来能够支撑的走上来十分不易 虽然有韩森的气息引入 不过他的实力太弱了 公爵级能够登上山顶 就算认得路 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诸多皇子皇女 看到白衣走上来 都有些惊讶 公爵级能够走上山顶的皇子皇女 在皇旗族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白衣目光在一众皇子皇女身上打滑 想要知道是谁留下气息 让他追上来 可是却看不出头绪 谁的身上也没有那种气息 目光从韩森身上扫过的时候 白衣眼中露出一丝愤灭 忍不住咬了咬嘴 狠狠瞪了韩森一眼 显然他对于白衣吞噬童话韩森的事情 还是耿耿力 自然不会认为那气息是属于这个人 白衣目光打亮了一遍 也看不出是谁留下的气息 只能心存感激 走到一旁 去观看那奥谷天成四个字 白凌双他们也都一样 登山只是一个考验 剑狂的奥谷建议 却是极大的好字 就算对于剑狂的所作所为十分骨血 但是一样会对那剑狱垂涎三尺 韩森找了一个位置席地而坐 尽量以最舒服的姿态观看剑狱 可是依然没有太大的收获 自己的剑狱与那剑狱冲突太大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极端 没有通通之处 韩森没有收获 可白凌双却有大收获 他的剑狱 隐隐与那奥谷天成四字的意境 相互辉映 建议自身体之内冲销而起 有种傲视天下的气度 韩森微微有些惊讶 白凌双的天赋虽然很好 但在黄鸡族的诸多黄子黄语之中 却算不上最好的 竟然能够最先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只能说明 奥谷建议与他的心性契合度很高 眼看白凌双领巫建议奥谷天成 一时半会还不能离开 韩森在旁边看着无聊 便找了个无人的角落 把水仙子召唤了出来 想让水仙子给他按摩一下 舒舒服服的等待白凌双领巫结束 再一起离开 好去拿留下的五十块王级一种基因 可是谁知道那水仙子出来之后 却看向了奥谷天成四字 呆呆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韩森微微有些压意 只见水仙子的身体竟然起了变化 水一样的身体泛起一阵阵的波澜 身体产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水仙子的体感和面貌变化都不大 只是一些细微的改变 可是在去看他的时候 却发现水仙子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身上的气质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简直就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之前的水仙子温柔似水 任劳任怨 就好似一个逆来顺受的小女巫 可是经过了那些细微的变化之后 水仙子现在的模样却变得冷若冰霜 整个人都如同一柄锋芒绝世的宝剑 这是怎么回事 韩森又惊又喜 一直以来他都没有弄明白 水仙子到底有什么用 平时只能当成女巫来用 没想到水仙子竟能复制异己 而且还是完美复刻 就在韩森一脸兴奋时 水仙子突然走到了韩森面前 伸手按向韩森的胸膛 水一般的身体 顿时化为流水渗入他的体内 随后一股剑意从他身上破体而出 一时间剑意横扫一切 直接把山顶诸多皇子和皇女的剑意 都给压了下去 就算是神话级的四皇子和二皇女 他们的剑意也在一瞬间 被韩森压了下去 整个画谷山之底 唯有韩森身上的剑意 与傲古天城四字上的剑意 交相辉意 犹如两柄爵士宝剑不断交锋 其他剑意进阶黯然失色 怎么可能 诸多皇子皇女皆变了颜色 连四皇子和二皇女 都是一脸惊恶之色 不能置信的 看着最后面的韩森 白凌霜更是瞪大了眼睛 似是见了鬼一般 白威则是死死地咬的嘴唇一言不凡 脸色阴晴不定 韩森身上散发出的剑意 竟然能够与傲古天城上的剑意抗衡 这可是连神话极剑者也做不到的事情 受到了韩森身上的剑意激发 傲古天城四字上面的剑意 越发的狂傲 几乎像是狂风暴雨一般横扫一切 韩森身上的剑意 本来就是复制傲古天城上面的剑意 与傲古天城上的剑意力无一样 反过来也被其激发 简直就像是在与自己的镜像战斗 只不过这次的战斗 都是剑意的碰撞 并没有实际破坏力 但仅仅只是如此 就令一众皇子皇女被波及 他们的剑意 被两股狂暴到了极点的剑意压制 修为差一点 几乎就要被摧毁剑意 修为弱一些的皇子皇女 嘴角都渗出了鲜血 不得不退出山地 避免被那恐怖的剑意大战波及 其实剑意不会真正伤到他们的肉身 可是对于抑制的摧残太过严重 若是抑制崩溃 对于修行之路的损伤极大 两股剑意肆虐了整个画谷山的山巅 韩森身在其中 倒是有了不少的收获 即便他再怎么不适合这种剑意 可是现在他自己的身体 直接使用出了奥古剑意 又与奥古剑意不断的交锋 怎么也都学到了一起 水仙子不知道 能不能直接复制国物的意境 若是能够复制国物的意境 我想学什么基因术 只需要学会基础招式和法觉 然后找一个把这门基因术 练到了顶级的强者 让水仙子复制他的意境 再让水仙子复我之身练习 练什么基因术 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韩森越想越觉得欢喜 可是正在韩森欢喜之时 却突然听到咔嚓一声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剑意交锋太过激烈的原因 那做客有奥古天城四字的山 竟然裂开了 一道裂痕从小山的山顶直接裂开 那小山像是被雷裂开一般 从中间一分为二 正好把奥古天城四的字都给劈开 小山裂开 奥古天城四字的剑意顿时消散 那毕竟只是客字时留下了剑意 刺被毁掉 剑意自然也就没有了 在小山裂开的一刹 一道剑光从那小山之中冲天而起 刹那间冲破了划古山顶的空间扭曲 如同利刃破址一般 直接冲向了天井 暴谷剑气 山顶的皇子皇女们都变了颜色 整个黄积族的人都在看着划古山 等待着那些皇子皇女层山顶下来 可是还没有等到登顶的皇女皇子下来 却突然看到山顶冲出一道剑光 直接射入仓球 一时间都有些发呆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暴谷剑气 白黄脸色微变 立刻大手一挥 恐怖的力量化为一只遮天大手 几乎笼罩了整个星域仓球 向着那道剑光抓了过去 划古山上的扭曲空间被剑光冲开 已经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象 韩森看到一只大手如天一般镇压而下 那些星球在大手之下都仿佛只是尘埃 似乎只要那只大手随手一压 就可以压爆无数行程 剑光依然冲销而起 向着镇压而下的大手直接冲了过去 并没有任何退缩或者逃避的意思 剑光冲击在大手之上 被遮天大手直接握住 大手的力量实在太过恐怖 在剑光的狂暴冲击之下 依然不为所动 牢牢把剑光握在手里 可是在那大手握紧了剑光的一刹那 剑光却似烟花一般爆开 化为星星点点的流光 仿佛是流星雨一般扩散开来 遍布了整个帝皇之国 帝皇之国内的所有星球都下起了雨 但却不是水雨 而是一道道犹如剑光式的光雨 韩森看着剑光雨从天空中落下 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 只是那些剑光落在山势之上 却并没有任何破坏力 剑光本身一碰就死 好似梦幻泡影一般 剑光雨落在身上也是如此 韩森伸手去拖那些剑光 只是稍微碰触到剑光 剑光就直接碎裂开 星星点点的消散 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白黄已经收回了遮天大手 皱眉看向的漫天剑光雨 脸色变换不定 剑光雨在帝皇之国内 足足持续了七天七夜 韩森他们都被带下山询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在场的皇子黄雨 都把情况说了一遍 韩森也是一样 不过他只说自己感悟 奥古剑义略有小成 不想激发了奥古天城上的剑义 与其争风 山势突然裂开等等 并未把玉葛露和水仙子说出去 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不过韩森竟然能够把剑义 领悟到那种程度 实在让他们有些难以置信 韩森当下使用出了奥古剑义 那样的剑义 连白皇看了都有些惊讶 最终韩森也没有搞明白 那道剑光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皇也没有解释什么 就把他们都放了回去 十六皇子白衣算是真正的成名了 竟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把奥古剑义领悟到那种程度 现在帝皇之国内 人人都知道 十六皇子白衣是天宗之才 韩森自己却没有那么高兴 他只是借助了玉葫芦的力量 在水仙子附体的情况下 才能使用出那样的剑义 只要水仙子离体 他就会立刻被打回原形 不过这也不是没有好子 一直沉浸在这样强大的剑义之中 对于韩森的意境提升 同样很有帮助 因为剑光语一直在持续 大考暂时终止 韩森带着宝他们 回到了水仪心 不过对于这一场 剑光语无比好奇 虽然旁人都说是白皇击碎的那道剑光 可是韩森却总感觉 没有那么多简单 再次把海妖圣语召化了出来 让他看了剑光语 又把画骨山顶剑光冲销的事情 说了一遍 不过他没有说 是因为自己才令那山上山裂开 海妖圣语听了之后 显然有些吃惊 看着漫天剑光语沉音不语 你可知道 那道剑光到底有什么玄机 韩森见海妖圣语一直不说话 咒没问道 海妖圣语收回目光 剑狂此人 在黄极族的历史上 可以说是最大的禁忌 他只是一般的黄极族人 甚至连黄体都没有 可是他在剑道上的天赋 却无比惊人 以普通剑者之身 最终登临了神话之景 而且还打遍黄极无敌史 这些我都知道 韩森出口打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样的一位恐怖强者 在黄极族之外 却是名声不显 海妖圣语看向韩森问道 这一点我也想过 怎么想都感觉很奇怪 解释不通 唯一比较靠谱一点的推测 就是黄极族刻意把他困在了族内 没有让他有离开黄极族的机会 韩森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海妖圣语摇头 你只猜对了一半 剑狂并非没有离开过黄极族 而且他也不是没有名气 只是旁人不知道剑狂之名 只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而已 你的意思是说 剑狂一直用化名在宇宙中闯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韩森好奇道 海妖圣语摇摇头 不知道剑狂的事情 我也曾经查过 但是也仅仅只知道 他似乎做出了某些 领黄极族憎恨的事情 很多黄极族的族人 都对他很是不信 说把海妖圣语 看向那漫天落于海中的剑光雨 如果我猜的没错 剑狂也许还没有死去 这一场剑光雨 应该就是他重生的契机 你是说 原本剑狂被困在奥骨天城市之内 那一道剑光就是剑狂 韩森顿时明白了海妖圣语的意思 应该只是一群意识而已 想来现在白黄他们一定很头疼 这样的家伙若是重生 黄极族恐怕要不得安宁 不过这样最后 黄极族越乱 对你我就越是有利 海妖圣语笑了小 剑狂如果真的只剩下一群意识 能不能逃出去都很难说 更不要说搅乱黄极族 韩森却不太同意海妖圣语的说话 海妖圣语摇头 他何必要逃呢 如今剑狱便及黄极族 他只需要随便附身于任何一个生物身上 黄极族想要把他找出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根本没有逃的必要 韩森听海妖圣语这么说 突然心里面咯噔了一下 那剑狂不会选择附身于我吧 黄极族那么多人 剑狂本身又不需要太好的天资 没有必要冒险选择一位皇子 作为依附对象 意想太多了 海妖圣语宽慰了韩森几句 虽然话是这么说 不过韩森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一直小心地防备着 还好直到剑狂羽停止之时 水域星也没有异常情况发生 韩森这才确定是自己多心了 因为剑狂羽大考被推迟了七天 先前那股热情却都被消磨得差不多了 或者是因为剑狂羽的事情还没有头绪 黄极族的高层也没有心思放在大考上面 虽然剑狂羽已经停止 却依然没有重新开启大考 韩森的水域星这几天来 都被不同的部门来来回回调查了好几次 也许连那些调查人员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在找什么 韩森心里面却清楚了 黄极族高层肯定是在找剑狂的那一群意识 真是可怕的家 只剩下了一群意识 竟然还能搅起这么大的风浪 做人能做到他那种地步 也算是死而无憾 在又送走了一批官员之后 韩森一直闭门不出 专心冲击洞玄精 想要晋升为王极 一个月后 动玄精不断地运转 韩森整个身体都仿佛为了宇宙 这台机器的一部分 在动玄肢体的韩森眼中 整个宇宙就像是一部巨大无比的精密机器 一草荧物一旦溢水一虫一鱼 都是这个机器的一个齿轮 这些齿轮有大有效 相互之间咬合在一起 牵一发而动全身 任何一个齿轮的转过 都是影响与之咬合的齿轮 再通其他齿轮扩散出去 韩森本身亦是无数齿轮当中的一个 而在动玄精的力量之下 韩森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 齿轮与齿轮之间的关系 这种感觉无比奇妙 原本看起来毫无相关的两件事情 现在却可以看到 明显他们之间的力量转换关系 每一个王者领域的形成 都是因为那位王者的力量 可以影响到自身的齿轮运转 使他的转速加快或者减慢 甚至是另大齿轮逆转 从而影响与之相连的齿轮一起旋转 改变原本的规律 形成一片特殊的领域 韩森一直在试图推动自身的齿轮运转 可惜却一直没有成功 难以真正影响宇宙这部机器的运转 产生所谓的王者领域 又失败了吗 韩森的脸色有些灰白 身上的气息散乱 连生机都降低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准 原本以自己的身体复制 应该可以很轻松推动 可是自己的本命齿轮 与宇宙齿轮关联太多 推动之时 需要付出的力量也就越大了 很明显 只靠自己难以将其推动 看来只能借助外力 黄子殿下 十黄女白凌霜求见 韩森微微皱眉 因为最近黄积族内戒严查见狂的事情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都还没去白凌霜那里 拿剩下的五十块王级一种基因 想不到他竟然自己来了 起身便来到客厅 十黄姐 您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韩森在白凌霜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当然是按照约定 给你送东西来了 白凌霜微微抬手示意 他身后的两个侍女 就把一个大箱子抬了进 放在了韩森面前 十六地 你好好点一点 里面是五十块王级一种基因 一块不多 一块也不少 白凌霜笑道 十姐 您说一声不就行了 我自己去取就好 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 韩森笑着 打开箱子数了数 果然是五十块王级一种基因 姐姐来 还有一笔大买卖 想要和你做 白凌霜挥了挥手 令身边的侍女都退了出去 韩森见白凌霜如此 就让李李也离开了大殿 顿时大殿内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据可靠消息 今年的大考不会再继续了 就以卦谷山的排名而定 十六地 你可能位列大考的第一名 除了一件神话一宝的奖励之外 还可以得到一次 进入天命坛资格 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售这个资格的想法 白凌霜一双美目盯着韩森问他 这是真的吗 韩森心中微微一喜 如果能够拿到进入天命坛资格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当即没有答应 出售进入天命坛资格 白凌霜对此十分失望 不过却也没有勉强 再聊了几句 便起身告辞离开 两天后 皇宫内的官员找到韩森 给予了他大考的奖励 不过与白凌霜说的有些不一样 只获得了进入天命坛的令牌 并没有神话一宝 韩森也不在意 在送走官员后 就直接带着令牌前往天命坛 害怕胡飞得到消息之后来找他 再让他帮忙从天命坛里面偷东西 那实在太冒险了 来到天命坛之后 韩森才知道 为什么进入天命坛的资格这么难得 除了皇集族不愿意天命坛内的秘密 被人知晓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想要打开天命坛的大门 需要四位神话强者 以特殊的方式 向天命坛内注入力量 才能够合力把大门打开 将一个人送入天命坛之内 每开启一次天命坛的大门 那四位神话强者的消耗极大 至少要两三个月 才能够恢复过来 期间还要消耗掉一些稀有的特殊材料 虽然韩森已经拿到了 进入天命坛的资格 不过他想要进去 还是要先预约登记才行 韩森办完了所有的手续之后 被告知17天后 能够打开天命坛的大门 让他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准时到达 否则错过一秒钟都不会赶 直接看他失去进入天命坛的资格 韩森虽然有些郁闷 不过也知道17天已经很快 也就是皇集族有这样的大手 否则只是请来四位神话强者 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凑齐 只是如此一来 想要绕开胡飞的打算就落空了 刚刚回到家里 就看到千娇百妹的胡飞 斜躺在他的床上 一双眼睛眯起了月牙血 我的好地 进入天命坛的手续都办好了 办好了 韩森耸了耸肩膀 在旁边的椅子上面坐了下 胡飞从床上坐了起 缓步走到韩森身后 一双粉痕的玉璧 从后面团住了韩森 手指轻轻地在韩森的胸膛上面画着圈 韩森只感觉背上一片软淡 胡飞那精致的面容 快要贴到他的脸上 红唇凑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帮姐姐把我胡族的质宝 从天定塔内拿出来 姐姐绝对不会亏待你 不是我不想帮忙 我怕我把东西拿出来 就再也没有机会和姐姐你说话了 韩森一脸无奈 无非扑斥一想 伸手捏了你韩森的脸颊 姐姐怎么舍得你死 我有办法 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东西带出来 绝对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事成之后 姐姐可以立刻带你离开黄极族 到时 你就是我们魅胡一族的大恩人 你若是愿意 可以与我一起 为魅胡族 我们魅胡一族美人无数 到时可任你想用 别 我这人福宝 没那种想福的命 你还是先说说他 你们胡族到底有什么东西 在天定塔内 要怎么才能够拿出来吧 韩森连连摇头 无非脸上露出哀怨之色 细腰轻盈 竟然转身 坐在了韩森的大腿上 双手揽着韩森的脖子叹息 我被困在鬼谷宫内太紧 祸困之后 防止现在的宇宙 已经不是以前的宇宙 当初只配起圣祖 当奴仆的黄极族 竟然已经是宇宙三大上族之一 而我魅胡一族 虽然没有彻底陌落 但是因为至宝 被黄极族损过 导致我族的族人 难以突破最后的关卡 晋升神话 只能靠牺牲美色狗活于世 对了对 无非又接着说道 经过我偷方打听 才知道那至宝 是被黄极族的宝皇所 后来被宝皇放于天命塔内 我想尽办法 也尽不了天命塔 只能来求弟弟你 无非那楚楚可言的模样 着实惹人怜爱 韩森纵然知道 无非比他还要强大 却依然有些新生故人 想了想便问道 魅胡一族的智宝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宝皇要将他 放在天命塔内 无非犹豫了一下才开头 那智宝名为九转天命塔 是我魅胡一族的 专用神话秘密 魅胡一族的成员 达到王级之后 需要借助九转天命塔 转生九次 才有可能晋升神话 失去九转天命塔之后 我魅胡一族 就再也没有神话强者诞生 这对于一个上族来说 是何等悲哀之事 想来你也能够明白 至于宝皇 为什么会把九转天命塔 带入天命塔 我也没有打听出端倫 按照道理来说 除了我魅胡一族之外 应该没有人能够使用 九转天命塔 韩森纸没思索骗他 看着怀中的胡飞问道 我要怎么才能够 把九转天命塔带出 胡飞眨了眨眼睛 我可以用胡族秘术 打入你的身体之内 让你暂时拥有 我胡族的力 到时候你只要见到 九转天命塔 若是他未被束缚 不需要你动手 他应该就会自动投向你 到时候任你掌握 要把他神不知鬼不觉地 带出来 又有何难 韩森心头一动点点头 若真是如此的话 倒是可以一试 不过我只能答应你试一试 能不能成功 却不敢保证 无非顿时眉开眼笑 捧着韩森的脸颊 红唇在上面亲了一口 好地 只要你肯一试 就是帮了姐姐的大忙 亦是我媚胡一族的大恩人 将来若有所需 姐姐与媚胡一族 定然会亲力相助 姐姐严重 若真是力所能及 以我与姐姐的关系 自然应该帮你们一把 韩森一脸的道貌岸然 心中却另有打算 好 客套话姐姐就不多说了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以胡族秘术 把力量打入你的身体之内 让你暂时拥有 我们媚胡一族的力量 说着胡飞突然坐直了身子 修长的双腿盘于韩森腰间 香唇封住了韩森的大嘴 转大了 转大了 胡飞未给韩森传功 直接一口吻向韩森 韩森正想说什么 却见胡飞背后的骨尾 在虚空中荡漾 化为一道道秩序链般的虚影 好似有九条尾巴在空中摇曳 化为了一个牢笼 将两人裹于其中 胡飞的双眼之中迎芒闪烁 雪白的皮肤上面 闪烁着一道道诡异的银色花纹 一股清泉般的力量 从胡飞的唇间流出 直接流入韩森的口腹之中 一股清凉气息 顿时在韩森的身体之内扩散开 令韩森全身的细胞 都仿佛被清凉的泉水洗礼一般 我已经以胡魅族的秘书 将那九转魅胡的力量 映入你的身体之内 你随我的意念而动 行那九转魅胡丹相公的法 即可暂时获得 我魅胡异族的力量 胡飞的嘴唇未动 声音却在韩森耳中响起 韩森微微点口 随着胡飞的意念而动 凝聚力量在体内流准 随着胡飞度过来的力量越来越多 韩森运转之下 体内的内部力量也越来越强 身上的香气也随之变浓 几乎让韩森感觉像是身处于花海之中 没过多久 韩森血肉中的香气渐渐转淡 最后再也闻不到丝毫的香气 可是片刻之后 那香气又再次转浓 香气如此一旦易浓 一共转换了九次 韩森身体内 内部来自于胡飞的力量 已经极为庞大 与韩森的身体融为一体 韩森的皮肤上 隐隐出现了与胡飞身上相似的银色花纹 只是比起胡飞那种闪亮的银色 韩森身上浮现出的花纹显得很淡 胡飞看到韩森身上浮现出来银色花纹 心中顿时一喜 他原本以为韩森没有魅狐足的血肉 就算他以九转魅狐丹相攻引导 韩森能够吸收的部分 应该也只有十之一二 可是谁知道韩森竟然将他 度入的九转魅狐丹相攻力量 尽数吸收 而且还凝聚出了魅狐纹 让胡飞心中十分惊讶 奇怪 难道他的身体中 还有我魅狐一族的血脉不成 否则怎么可能凝聚出魅狐纹呢 胡飞心中惊疑不定 不过转瞬之后 胡飞心中就有了决断 原本迎戴到此为止的秘书 继续运转下去 胡飞身上的银纹不断扩张 那些看起来古怪的花纹 渐渐连接在了一起 竟然在他身上 形成了一幅九尾银狐的图案 那图案极其诡异 好似一只活的银狐 浮在胡飞雪白的肌肤上面是 一双亮晶晶的银色细长眼睛 正字冷森森的盯着韩森在看 而韩森身上的银色花纹 随着胡飞度入的力量 也逐渐变得亮了起 而且还有更多的银色花纹 不停地浮现出来 渐渐与那胡飞一般 身上的花纹连接起 好似一头银色九尾狐狸的模样 韩森感觉整个身体内的力量横冲直撞 如同脱僵的野马一般疯狂转移 已经快要超出了他的控制之外 胡飞停下来 我要支撑不住了 韩森以意念对胡飞喊道 胡飞却是不理 双腿紧紧盘在韩森腰间 双臂搂着他的脖子 红唇与韩森的大嘴密不可分 一股股银色的秩序链 涌入韩森的身体之内 胡飞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韩森脸色也已经冷下来 身体挣扎了几下 却被胡飞的力量压着动弹不得 胡飞终于有了回应 脸上带着笑语 红唇未动 声音却在韩森耳边响起 姐姐我也未曾料到 你的这具身体拥有这般天气 竟然能够凝聚出我魅狐一族的魅狐纹 我全力以九转魅狐相当攻助你 可将你的体质转化为九转魅狐肢体 不但对你的进化极有好处 而且你控制那九转天命境之时 也会更加得心应手 胡飞你真当我是三岁小红吗 韩森以意念冷横 胡飞却是不在意笑的 我的好弟弟 事已至此 你就乖乖听姐姐的话去做吧 姐姐定然不会亏待了你 胡飞与韩森对谈时 口中的银色秩序链 不停地涌入韩森口腹之中 令韩森体内的九转魅狐之力越来越强 内骨力量几乎已经不受韩森的控制 而是按照胡飞的意志 在韩森的身体内流转奔腾 令韩森身上的九尾银狐图案 越来越灵动 仿佛是要活过来的一般 韩森此时已经看明白 胡飞现在明显是要直接控制他的身体 而飞先前所说的只是贯重秘书 不过也不在意 本来也没想过 胡飞这等人物会老老实实 自己本来也打算 要借胡飞的力量 挥动本命宇宙齿轮 当下不再犹豫 开始运转了动玄机 想要引导内部力量 挥动他的本命宇宙齿轮 异想天开 你那般弱小的力量 凭什么借我之力 胡飞感受到韩森体内的意志 明白了韩森的用意 顿时冷笑 韩森故意 只是运转动玄机的力量 引导身体内内部庞大的力 飞动自己的本命宇宙齿 虽然精通阴阳磁力套 和阴阳变这些借力之法 不过因为胡飞注入他体内的力量 实在太过庞大 引导起来十分困难 韩森身上的九尾银弧应急 如同妖魔之影般笼罩着他的身体 那奇异的香味也越野来越浓 几乎凝成实质 没用的 你的力量在公爵级之中 已经算是顶级 甚至可以说是无出左右 连那些一二重天的王者 都未必有你的力量强 可惜与本飞相比 你的力量还是太弱 想借用我的力量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胡飞一边说着 一边度入九转魅狐之力 要把韩森练化成他的九转魅狐分身 韩森全力引导九转魅狐之力 可是力量相差太过悬殊 难以扭转被胡飞 控制的力量流动 正准备要使用一些手朵 却突然感觉背上移热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韩森的背上扩散开 韩森微微一正 他还没有使用准备好的手朵 怎么背上 突然就有一股力量爆发出来 那力量不属于韩森 但也可以感觉出来 那股力量同样不属于胡飞 只见一团血色 在韩森的背上浮现出来 很快凝成了一幅血色图画 画上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硬生生把一部分的九转魅狐分过去 占据了他的整个后背 韩森只感觉整个后背灼热无敌 像是被烙铁烫到了似的 九转魅狐的力量也被逼退 随着骨血龙女画像的力量越来越强 一个骨血龙女的虚影浮现了出来 与那九尾魅狐的虚影隔空对峙 一个占据了韩森的后背 一个占据了韩森的前胸 两股力量不断地在韩森体内纠缠冲击 胜血像 你身上怎么会有胜血像 无非惊骇的大叫情 脸上满是惊骨之色 似是挣扎着想要摆过韩森的身体 可是他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吸住了一般 怎么也动弹不得 而且力量还在不受控制地涌入韩森体内 韩森微微皱眉 现在的情况也有些超过了他的预期 而且背上的血色画像竟然还在 让他心里面也有些不舒服 胡飞脸上满是金句之色 不可能的 圣御已灭 圣主都已经死 不可能还有会画圣血像的人在试试 圣血像到底是什么 韩森见胡飞语如伦次 不由地再次皱眉问答 胡飞这才冷静下来一些 却还是面带祭祀 那是圣御之主用来控制下属的方法 一旦身上被画了圣血像 就等若是被恶鬼附身 若是圣血像没有被击乎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甚至于对身体还有些好处 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强化血肉之躯 可是圣血像一旦被击乎了 就会吞噬宿主的力量和身体 直到把宿主完全吞噬为止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圣血像 而且还是哺血龙女之血化的圣血像 为什么你不早点说 真被你害死了 无非咬牙拼命催动自己的力量 想把自己的力量从韩森身体内抽离出来 可是在圣血像的力量之下 那些力量就好像是被磁铁吸住了一般 不但没有能够抽离出来 无非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涌入韩森体内 韩森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背上的圣血像就如恶鬼一般 吞噬着他的力量和血肉 若是再继续下去 恐怕他的身体很快就会被圣血像 砍得连渣都不少 可是偏偏圣血像的力量 已经与韩森的身体融为一体 那是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力量 若是想要摧毁圣血像 就等于是毁掉自己的身体 最后一样要死 圣主那个王八蛋 真是太阴际 既然发明出这么毒的基因术 韩森心中暗骂 无非眼看自己的力量 已经无法抽离一狠心 直接斩断了自己与那股力量的联系 随着力量的切断 无非也受到了严重的反噬 张口吞出了一大滩鲜血 脸色瞬间煞了 失去了无非的力量之窗 韩森身上的九尾妹胡闻开始变淡 难以再与圣血像所化的骨血龙女抗衡 被逐渐轻蚀吞噬 完了 无非脸色非常难看 原本想要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却没想到弄抢重捉 韩森被圣血像吞噬 想要找到进入天命坦的机会 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无非神色复杂地看着了韩森一眼 恨恨地一跺子 直接顿身而去 圣血像既然已经被激活 韩森肯定是要完蛋 留在这里被旁人发现 若是被当成杀害十六皇子的凶子 到时候只会更麻烦